恶福所书 恶福所书第一章 因天主的旨意 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路 致书给那些在恶福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 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 祂在天上 在基督内 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 因为祂于创世以前 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 为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 又由于爱 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 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祂 为颂扬祂恩宠的光荣 这恩宠是祂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 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 在祂的爱子内 借祂爱子的血 获得了救赎 罪过的赦免 的确 天主丰厚的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 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 为使我们知道 祂旨意的奥秘是全照祂在爱子内锁定的计划 就是依照祂的措施 当时期一瞒 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 总归于基督元首 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 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 施行万事者早预定了的 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墨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 颂扬祂的光荣 在基督内 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 及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 且在他内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 这圣神就是我们得四叶的保证 为使天主所置为四叶的子民 蒙受完全的救赎 为颂扬祂的光荣 因此 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 和对众圣徒的爱德 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 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 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 及那光荣的父 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 好使你们认识祂 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 为叫你们认清祂的宠照 有什么希望 在圣徒中 祂四叶的光荣是怎样丰厚 祂对我们前信的人 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 是怎样的伟大 正如祂已将这德能 施展在基督身上 使祂从死者中复活 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 超乎一切率领者 掌权者 异能者 宰智者 以及一切现世 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 又将万有置于祂的脚下 使祂在教会内 做至上的元首 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在一切内 充满一切者的圆满 恶福所书第二章 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 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 跟随这世界的风气 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 及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 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 放纵肉身的私欲 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 且生来就是异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赋予慈悲的天主 因着祂爱我们的大爱 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 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 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 且使我们同祂一起复活 在基督耶稣内 使我们和祂一同坐在天上 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 及祂在基督耶稣内 对我们所怀有的词汇 显示给未来的世代 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 借着信德 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 而是天主的恩惠 不是出于功行 免得有人自夸 原来我们是祂的化工 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 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工 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日 所以你们应该记得 你们从前生来本是外邦人 被那些成为受歌损的人 歌损本是人守在肉身上所行的 成为未受歌损的人 记得那时你们没有墨西亚 与以色列社团隔绝 对恩许的盟约是局外人 在这世界上没有希望 没有天主 但是现今 在基督耶稣内 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 借着基督的血 成为亲近的了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 祂使双方合二为一 祂以自己的肉身 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 这是双方的仇恨 并废除了由规条命令 所组成的法律 为把双方在自己身上 造成一个新人 而成就和平 祂以十字架诛灭了仇恨 也以十字架 视双方合成一体 与天主和好 所以祂来 向你们远离的人 传布了和平的福音 也向那亲近的人 传布了和平 因为借着它 我们双方在一个圣神内 才得以进到父面前 所以你们已不再是 外方人或旅客 而是圣徒的同胞 是天主的家人 已被建筑在宗徒 和先知的基础上 而基督耶稣自己 却是这建筑物的角石 靠着它 整个建筑物结构紧凑 逐渐扩大 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 并且靠着它 你们也一同被建筑 因着圣神成为天主的住所 因此 我保露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 做基督耶稣囚犯的 为你们祈祷 想你们必听说过天主的恩宠 为了你们赐予我的职份 就是借着启示 使我得知 我在上边已大略写过的奥秘 你们照着读了 便能明白 我对基督的奥秘 所有的了解 这奥秘 在以前的世代中 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有如现在一样 借圣神 以启示给他的圣宗徒和先知 这奥秘就是 外邦人 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 与犹太人同为成绩人 同为一身 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至于我 我依照天主大能的功效 所赐予我的恩宠 做了这福音的仆役 我原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 竟蒙受了这恩宠 得向外邦宣布 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 并光照一切人 使他们明白 从创世以来 即隐藏在创造万有的 天主内的奥秘 为是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 现在借着教会 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 全是按照他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 所实现的永远计划 所以 只有在基督内 我们才可借着对他所怀的信德 放心大胆地 怀着一世之心 进到天主面前 为此 我请求你们 不要因我 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 我的苦难 原是你们的光荣 因此 我在天父面前屈膝 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 都是由他而得名 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 借着他的圣神 以大能 兼顾你们内在的人 并使基督 因着你们的信德 住在你们心中 叫你们在爱德上 根深蒂固 奠定基础 为使你们 能够同众圣徒 领悟基督的爱 是怎样的广 阔 高 深 并知道基督的爱 是远超人所能知的 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 愿光荣归于天主 他能照他在我们身上 所发挥的德能 成就一切 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 愿他在教会内 并在基督耶稣内 获向光荣 至于万世万代 阿门 恶福所书第四章 所以 我这在主内 为囚犯地恳求你们 行动 勿要与你们所受的 宠召相称 凡事要谦逊 温和 忍耐 在爱德中彼此担待 尽力以和平的联系 保持心神的合一 因为只有一个身体 和一个圣神 正如你们蒙照 同有一个希望一样 只有一个主 一个信德 一个洗礼 只有一个天主 和众人之父 他超越众人 贯通众人 且在众人之内 但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 却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 为此经上说 他带领俘虏 升上告天 且把恩惠赐予人 说他上升了 岂不是说他曾下降到地下吗 那下降的 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 已充满万有的那一位 就是他赐予这些人做宗徒 那些人做先知 有的做传福音者 有的做私募和教师 为成全圣徒 使之各尽其职 为建树基督的身体 直到我们众人 都达到对于天主子 又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成为成年人 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长度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为各种教义之风 所飘荡 所卷去 而中了人的阴谋 陷于引入荒谬的诡计 反而在爱德中持守真理 在各方面长进 而归于那为元首的基督 本着他 全身都结构紧凑 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 按照各肢体的功用 各尽其职 使身体不断增长 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 为此我说 且在主内苦劝你们 生活不要再向外邦人 顺随自己的虚妄思念而生活 他们的理智受了蒙蔽 因着他们的无知和固执 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 这样的人既已麻木 便纵情自愈 贪行各种不解 但你们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 如果你们真听过他 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 在他内受过教 就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 就是因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 应在心思念律上改换一心 穿上新人 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 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心人 为此你们应该解决谎言 彼此应该说实话 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一身的肢体 你们纵然动怒 但是不可犯罪 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怒时奚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 那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 却更要劳苦 亲手赚取正大的利润 好能周济贫乏的人 一切坏话都不可出于你们的口 但看事情的需要 说造就人的话 叫听众获得益处 你们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 因为你们是在他内受了印证 以待得救的日子 一切独辣 怨恨 愤怒 争吵 毁谤 以及一切邪恶 都要从你们中除掉 彼此相待 要良善 要仁慈 互相宽恕 如同天主在基督内 宽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 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 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 就如基督爱了我们 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 献于天主作为新香的贡物和祭品 至于邪淫 一切不洁和贪婪之事 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要提 如此才呵护圣徒的身份 同样 猥亵 放荡 和轻薄的戏言 都不相宜 犯要说感恩的话 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 不论是犯邪淫的 行不洁的 或是贪婪的 及崇拜偶像的 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 都不得承受产业 不要让任何人 以敷衍欺骗你们 因为就是为了这些事 天主的愤怒 才降在这些悖逆之子身上 所以你们 不要做这些人的同伴 从前你们原是黑暗 但现在 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 生活 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 光明所结的果实 就是各种良善 正义和诚实 你们要体察 什么是主所喜悦的 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 凡要加以指摘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 就是连提起 也是可耻的 凡一切事 一经指摘 便由光显露出来 因为凡显露出来的 就成了光明 为此说 所以你们应细心观察 自己怎样生活 不要像无知的人 却要像明智的人 应把握时机 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 因此不要做糊涂人 但要晓得 什么是主的旨意 也不要醉酒 醉酒使人淫乱 却要充满圣神 以圣勇 诗词 即属神的歌曲 互相对谈 在你们心中 歌颂赞美主 为一切事 要因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名 实时感谢天主父 又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 互相顺从 你们做妻子的 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 如同服从主一样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服从基督 做妻子的 也应怎样事事服从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应该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了教会 并为他舍弃了自己 以水洗 借言语 来洁净他 圣化他 好使他在自己面前 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 没有瑕疵 没有皱纹 或其他类似的缺陷 而使他成为圣洁 和没有污点的 做丈夫的 也应当如此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那爱自己妻子的 就是爱自己 因为从来没有人 恨过自己的肉身 反而培养服裕他 一如基督之对教会 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此 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 这奥秘真是伟大 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总之 你们每人应当各爱自己的妻子 就如爱自己一样 至于妻子 应该敬重自己的丈夫 恶福所书第六章 你们做子女的 你们做奴仆的 要战战兢兢 以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如同听从基督一样 不要只在人眼前服侍 好像单讨人的喜欢 而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天主的旨意 甘心服侍 好像服侍主 而非服侍人 因为你们知道 每一个人 或为奴的 或自主的 不论行了什么善事 都要按他所行的 领取主的赏报 至于你们做主人的 要同样对待奴仆 借用恐吓 因为你们知道 他们和你们在天上 同有一个主 而且他是不看情面的 此外 你们勿要在主内 借他的能力 做坚强的人 要穿上天主的 全副武装 为能抵抗魔鬼的阴谋 因为我们战斗 不是对抗血和肉 而是对抗率领者 对抗掌权者 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主 对抗天界里 邪恶的鬼神 为此 你们应拿起 天主的全副武装 为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 能够抵得住 并在获得全胜之后 仍屹立不动 所以要站稳 用真理做带 竖起你们的腰 穿上正义做假 以和平的福音 做准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 使你们能以此 扑灭恶者的一切火箭 并带上救恩当亏 拿着圣神做利剑 及天主的话 时时靠着圣神 以各种祈求和哀悼祈祷 且要醒悟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在开口的时候 赐我能说相衬的话 能放心大胆地 传扬福音的奥秘 为这福音 我竟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使我能放心大胆 照我应该宣讲地去宣讲 仅有我可爱的弟兄 且忠于主的服务者 提西科给你们报告一切 好使你们知道 我的事和我现在做什么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为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形 并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 爱德 和信德 由天主父 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众弟兄 愿恩宠 与那些以永恒不变的爱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 同在 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禄和蒂茂德 智书给 斐里伯的众位 在基督耶稣内的圣徒 监督及执事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 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我一想起你们 就感谢我的天主 我每次祈祷 总怀着喜悦 为你们众位祈祷 因为你们从最初的一天 直到现在 就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 我深信 在你们内开始着美好工作的那位 必予以完成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这样想念你们众人 是理当的 因为我在心内常怀念你们 不论我带锁链 或辩护 或确证福音时 你们常参与了我受的恩宠 天主为我作证 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怀 爱你们众人 我所祈求的是 愿你们的爱德日渐增长 满卧真知识和各种事件 使你们能辨别卓绝之事 为叫你们直到基督的日子 尝试洁净无暇的 赖耶稣基督满节义得的果实 为光荣赞美天主 弟兄们 我愿意告诉你们 我的环境对于福音的进展 反而更有了益处 以致御营群军和其余众人 都明明知道 我带锁链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大多数的弟兄 因见我带锁链就依靠主 更敢讲论天主的道理 一点也不害怕 有些人宣讲基督 固然是出于嫉妒和竞争 有些人却是出于善意 这些出于爱的人 知道我是被立为护卫福音的 那些出于私见宣传基督的人 目的不纯正 想要给我的锁链 更增添烦恼 那有什么妨碍呢 无论如何 或是假意 或是诚心 终究是宣传了基督 为此 如今我喜欢 将来我仍然要喜欢 因为我知道 赖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的圣神的辅助 这是必有利于我的得救 按照我所热切期待希望的 我在任何世上 必不会蒙羞 所以现在和从前一样 我反而放心大胆 我或生或死 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送羊 因为在我看来 生活原是基督 死亡乃是利益 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内 我还能获得工作的效果 我现在选择哪一样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正加在两者之间 我渴望求解脱 而与基督同在一起 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 但存留在肉身内 对你们却十分重要 我确信不疑 我知道我必要存留 且必要为你们众人存留于世 为使你们在信德上 得到进展和喜乐 并使你们因着我 再来到你们中 同我在基督耶稣内 更加欢悦 你们生活度日 只因合乎基督的福音 好叫我或来看望你们 或不在时 听到关于你们的事 而知道你们仍保持 同意的精神 一心一意 为福音的信仰 共同奋斗 一点也不为敌人所下注 这样证明了 他们必将丧亡 你们必将得救 因为这是出于天主 因为为了基督的缘故 赐给你们的恩赐 不但是为相信他 而且也是为为他受苦 就是要遭受你们 曾在我身上所见的 即如今有我所听到的 同样的决斗 北里博书第二章 所以 如果你们在基督内 获得了鼓励 爱的劝勉 圣神的交往 哀怜和同情 你们就应 彼此意见一致 同气相爱 同心合意 思念同样的事 以满全我的喜乐 不论做什么 不从私见 也不求虚荣 只存心谦下 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 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 也该顾及别人的事 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 所怀有的心情 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 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 为应当把持不舍的 却使自己空虚 取了奴仆的形体 与人相似 形状也一见如人 他贬义自己 听命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为此 天主极其举扬他 赐给了他一个名字 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 致使上天 地上和地下的一切 以听到耶稣的名字 无不屈膝叩拜 一切唇舌 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 以光荣天主圣父 为此 我可爱的 就如你们常常听了命 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就是如今不在的时候 你们更应该听命 你们要怀着恐惧战力 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 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 使你们愿意 并使你们力行 为成就他的善意 你们做一切事 总不可抱怨 也不可争论 好使你们成为 无可指摘和纯洁的 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 做天主无暇的子女 在世人中 你们应放光明 犹如宇宙间的明星 将生命的话 献耀出来 使我到基督的日子 有可自夸的 那我就没有白跑 也没有徒劳 即使我应在你们信德的祭祀 和贡献上垫我的血 我也喜欢 且与你们众位一同喜欢 同样 你们也该喜欢 也该与我一同喜欢 我在主耶稣内 希望不久打伐地貌德 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我知道你们的事而放心 实在 我没有一个像他那样 诚心关照你们的人 因为其他的人 都谋求自己的事 而不谋求基督耶稣的事 至于他 你们知道他所受过的考验 他对我如同儿子 对待父亲一样 与我一同从事了福音的工作 所以 我希望 即使我一看出 我的事怎样了结 就立即打发他去 并且在主内我自信 我自己也快去 再者 我以为必须把我的弟兄 同事和战友 即你们派来 为攻击我的急需的使者 恶帕洛迪托给你们打发回去 因为他常想念你们众人 又因你们听说他病了 他更为心骄 实在 他曾病得几乎要死 但天主可怜了他 不但他 而且也可怜了我 免得我仇上加仇 那么 我紧速打发他回去 好叫你们看见他 再感到喜乐 而我也减少忧苦 所以你们应该在主内 满心喜欢接待他 像这样的人 你们应当尊敬 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 曾冒性命的危险 接近了死亡 为弥补你们 未能侍奉我的亏缺 北里博书第三章 此外 我的弟兄们 你们应喜乐与主 给你们写一样的事 为我并不烦难 为你们却是安全 你们要提防狗 要提防邪恶的工人 要提防自行割窃的人 其实 真受割损的人 是我们 因为我们 是以天主的圣神 实行敬礼 在耶稣基督内自豪 而不信赖外表的人 虽然我对外表 也有可信赖的 如果有人 以为自己能将信赖 放在外表上 那我更可以 我身后第八天 受了割损 处于以色列民族 属于本雅明之派 是由西伯来人 所生的西伯来人 就法律说 我是法利塞人 就热忱说 我曾迫害过教会 就法律的正义说 是无暇可止的 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 我如今为了基督 都看作是损失 不但如此 而且我将一切 都看作损失 因为我只以 认识我主基督 耶稣为至宝 为了他 我自愿损失一切 拿一切当废物 为赚得基督 为结合于他 并非借我 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 而是借 由于信仰基督 获得的正义 即出于天主 而本于信德的正义 我只愿认识基督 和他复活的德能 参与他的苦难 相似他的死 我希望也得到 由死者中的复活 这并不是说 我已经达到这目标 或已成为成全的人 我只顾向前跑 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 因为基督耶稣 已夺得了我 弟兄们 我并不以为 我已经夺得 我只顾一件事 急望进我背后的 指向在我前面的奔驰 为达到目标 为争取天主 在基督耶稣内 照我向上争夺的奖品 所以 我们凡是成熟的人 都应怀有这种心情 即使你们另有别种心情 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 启示给你们 但是 不知我们已达到什么程度 仍应照样进行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要注意那些 按我们的表扬 生活行动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 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 如今在寒泪对你们说 他们行事为人 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 他们的结局是丧亡 他们的天主是杜妇 以羞辱为光荣 只思念地上的事 至于我们 我们的家乡 原是在天上 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主 从那里降来 他必要按他能使 一切屈服于自己的大能 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 相似他光荣的身体 为此 我所亲爱的 和所怀念的弟兄 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 我可爱的诸位 你们应这样屹立在主内 我奉劝厄奥奥迪亚 和辛提赫 要在主内 有同样的心情 至于你 我忠诚的同伴 我也求你援助他们 因为他们曾伴随我 为福音而奋斗 与克雷梦 以及我的其他的同事一样 他们的名字 已写在生命册上了 你们在主内 应当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应当喜乐 你们的宽人 应当叫众人知道 主快来了 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 只在一切事上 以恳求和祈祷 怀着感谢之心 向天主 承上你们的请求 这样 天主那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 必要在基督耶稣内 固守你们的心思念律 此外 弟兄们 凡是真实的 凡是高尚的 凡是正义的 凡是纯洁的 凡是可爱的 凡是荣誉的 不管是美德 不管是称谕 这一切 你们都该思念 凡你们在我身上 所学得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到的 这一切 你们都该实行 这样 赐平安的天主 必与你们同在 再者 我在主内非常喜欢 因为你们对我的关心 又再次表现出来 你们始终是关心我 只不过缺少表现的机会 我说这话 并不是由于贫乏 因为我已学会了 在所处的环境中 常常知足 我也知道受穷 也知道享受 在各样世上 和各种境遇中 或饱欲 或饥饿 或富裕 或贫乏 我都得了秘诀 我来加强我力量的那位 能应付一切 但是你们也实在做得好 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 你们斐里伯人也知道 当我在传福音之初 离开马其顿时 没有一个教会 在支收的事项上 供应过我 唯独只有你们 就连我在德萨洛尼时 你们不止一次 而且两次 曾给我送来我的急需 我并不是贪求馈赠 我所贪求的 是归入你们账内的 丰厚的利息 如今 我已收到了一切 已富足了 我由厄帕洛迪托 收到了你们所送来的 芬芳的新香 天主所悦纳 忠义的祭品 我已满够了 我的天主 必要以自己的财富 在基督耶稣内 丰富满足你们的 一切需要 愿光荣归于天主 我们的父 至于世事 阿们 你们要在基督耶稣内 问候各位圣徒 同我在一起的弟兄 都问候你们 众位圣徒 特别是凯撒家中的圣徒 都问候你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的心神同在 阿们 哥罗森书 哥罗森书第一章 因天主的旨意 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 与蒂茂德弟兄 致书给在哥罗森的圣徒 及在基督内忠信的弟兄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 我们的父赐予你们 我们在祈祷时 常为你们感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天主和父 因为我们听说 你们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 和你们对众圣徒 所有的爱德 这是为了那在天上 给你们所存留的希望 对这希望 你们由福音真理的宣讲中 早已听过了 这福音一传到你们那里 就如在全世界上 不断结果 不断发展 在你们那里 自从你们听到了福音 并在真理内 认识了天主的恩宠 那天以来 也是一样 这福音 也就是你们 由我们亲爱的同仆 厄帕夫拉 所学得的 他为你们 实在是基督的 忠信仆役 也就是他 给我们报告了 圣神所赐予你们的爱 为此 自从我们得到了 报告那天起 就不断为你们祈祷 恳求天主 使你们对他的旨意 有充分的认识 充满各样属神的 智慧和见识 好使你们的行动 相称与主 适适叫他喜悦 在一切善功上 结出果实 在认识天主上 获得进展 全力加强自己 赖他光荣的德能 寒忍荣寿一切 欣然感谢 那使我们有资格 在光明中 分享圣徒福分的天父 因为是他 由黑暗的诠释下 救出了我们 并将我们 移置在他爱子的国内 我们且在他内 得到了救赎 获得了罪赦 他是不可见的 天主的肖像 是一切受造物的 守生者 因为在天上 和在地上的一切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或是上座者 或是宰制者 或是率领者 或是掌权者 都是在他内受造的 一切都是借着他 并且是为了他 而受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就有 万有都赖他而存在 他又是身体 教会的头 他是原始 是死者中的守生者 为使他在万有之上 独占守卫 因为天主 乐意叫整个的圆满 居在他内 并借着他 使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是天上的 都与自己重归于好 因着他 十字架的血 立定了和平 连你们从前 也与天主隔绝 并因邪恶的行为 在心意上 与他为敌 可是现今天主 却以他血肉的身体 借着死亡 使你们与自己和好了 把你们呈现在他跟前 成为圣洁 无瑕和无可指摘的 只要你们在信德上站稳 坚定不移 不偏离你们 由听福音所得的希望 这福音已传与天下一切受造物 我保禄 就是这福音的仆义 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 反觉高兴 因为这样 我可在我的肉身上 为基督的身体 教会 补充基督的苦难 所欠缺的 我依照天主 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 做了这教会的仆义 好把天主的道理 充分地宣扬出去 这道理 就是从世世代代以来 所隐藏 而如今却显示给他的 圣徒的奥秘 天主愿意他们知道 这奥秘 为外邦人 是有如何丰盛的光荣 这奥秘 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中 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 我们所传扬的 就是这位基督 因而 我们以各种智慧 劝告一切人 教训一切人 好把一切人 呈现于天主前 成为在基督内的成全人 我就是为这事而劳苦 按他以大能 在我身上所发动的力量 尽力奋斗 哥罗森书第二章 我实愿意你们知道 我为你们和那些在劳迪克亚 以及所有未曾亲眼看见过我的人 做如何的奋斗 为使他们的心受到鼓励 使他们在爱内互相连结 充分地得到真知灼见 能认识天主的奥秘 基督 因为在他内 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以花言巧语欺骗你们 我肉身虽然不在你们那里 但心灵却与你们同在 高兴见到你们生活的秩序 和你们对基督的坚定信仰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 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 在他内生根修建 坚定于你们所学得的信德 满怀感恩之情 你们要小心 免得有人以哲学 以虚伪的妄言 按照人的传授 依据世俗的原理 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了去 你们是在基督内 真实地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心 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丰满 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歌损 但不是人手所行的歌损 而是基督的歌损 在乎脱去肉鱼之身 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 也就因圣喜借着信德 即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 与他一同复活了 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歌损的肉身 原是死的 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 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 涂抹了那相反我们 告发我们对借命负债的债券 把它从中处去 将它钉在十字架上 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 把他们公然示众 仗来十字架 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 为此 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 或在节期 或月搜 或安息日等事上 对你们有所规定 这一切愿是未来事物的阴影 至于实体 乃是基督 不可让那甘愿自卑 而敬拜天使的人 夺去你们的奖品 这种人 只探究所见的幻象 因自己的血肉之剑 妄自尊大 而不与头相连接 其实由于头 全身才能赖关节和脉络 获得滋养而互相连接 借天主所赐的生长力 而生长 既然你们与基督 已同死于世俗的原理 为什么还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样 受人指点 不可拿 不可尝 不可摸 据你于人的规定和教训呢 其实这一切 一经使用 便败坏了 这些教规 既基于随从思议的敬礼 谦卑和苦生克己 屠有智慧之名 并没有什么价值 只为满足肉欲而已 哥罗森书第三章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就该追求天上的事 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 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 不该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 当基督 我们的生命显现时 那时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 为此 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 致死淫乱 不解 邪情 恶欲 和无异于偶像崇拜的贪婪 为了这一切 天主的易怒 才降在悖逆之子身上 当你们生活在其中时 你们也曾一度在其中行动过 但是现在 你们却该解决这一切 愤怒 暴力 恶意 购骂 和出于你们口中的慧言 不要彼此说谎 你们原以脱去了旧人和他的作为 且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即是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 为获得知识的 在这一点上 已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的或未受割损的野蛮人 舒提亚人 奴隶 自由人的分别 而只有是一切并在一切内的基督 为此 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 所爱的圣者 穿上怜悯的心肠 仁慈 谦卑 良善和寒忍 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 要彼此担待 互相宽恕 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 在这一切以上 有该有爱得 因为爱得是全德的联系 还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中做主 你们所以蒙照存于一个身体内 也是为此 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 要让基督的话 充分地存在你们内 以各种智慧 彼此教导归劝 以圣用 诗词 和属神的歌曲 在你们心内 怀着感恩之情 歌颂天主 你们无论做什么 在言语上 或在行为上 一切都该因 主耶稣的名而做 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 做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 如在主内所当行的 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 不要苦待他们 做子女的应该事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做父母的 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 免得他们灰心丧志 做奴隶的 应该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 且不要只当着眼前服侍 像是取悦于人 而是要以诚心 处于敬畏主 你们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去做 如同是为主 而不是为人 因为你们该知道 你们要由主 领取产业作为报酬 你们服侍主基督吧 因为凡行不义的 必要得他所行不义的报应 天主绝不看情面 哥罗森书第四章 做主人的 要以正义公平对待奴仆 因为该知道 你们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 你们要恒心祈祷 在祈祷中要醒悟 要谢恩 同时也要为我们祈祷 求天主给我们大开传道之门 好叫我能以宣讲基督的奥秘 我就是为此带上了锁链 好叫我能照我该说的 把这奥秘传扬出去 与外人来往 要有智慧 要把握时机 你们的言谈常要温和 像调和上了言 要知道应如何答复每个人 关于我的一切 由我们亲爱的弟兄 忠信的服务者 即在主内的同仆提西科告诉你们 我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就是为把我们的事报告给你们 并为安慰你们的心 和他同去的 还有忠信亲爱的弟兄 奥乃西摩 他原是你们的同乡 他们会把这里的一切事报告给你们 我的囚伴阿里斯塔克问候你们 巴尔纳伯的表弟 马尔谷也问候你们 关于他 你们已获得了指示 如果他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要接待他 还有号称 尤斯托的耶稣 也问候你们 受割损的人中 只有这些人 对天主的国事合作的人 他们这样的人 才是我的安慰 你们的同乡 基督耶稣的奴仆 厄帕夫拉问候你们 他在祈祷中 常为你们苦求 为使你们能坚定不移 在天主所愿意的一切事上 做成全兼成福的人 我实在能给他作证 他为你们 和在劳迪克亚 及耶拉坡里的人 受了许多辛苦 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德马斯 问候你们 请你们问候 劳迪克亚的弟兄 也问候宁法 和他家里的教会 即使你们宣读了这封信 勿要使这封信 也在劳迪克亚人的教会内宣读 至于那由劳迪克亚 转来的信 你们也要宣读 请你们告诉阿尔西坡 要留心 你在主内所接受的职份 勿要善尽此职 我宝露亲笔问候 你们要念及我的锁链 愿恩宠与你们同在 德撒洛尼前书 德撒洛尼前书第一章 宝露和希尔瓦诺及蒂茂德 致书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 德撒洛尼人的教会 祝你们蒙受恩宠与平安 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 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 不断地在天主和我们的父前 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 因爱德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奸人 天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知道你们是蒙照选的 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仅在乎言语 而且也在乎德能和圣神 以及坚固的信心 正如你们也知道 我们为了你们 在你们中是怎样为人 你们虽在许多苦难中 却怀着圣神的喜乐 接受了圣道 成了效法我们和效法主的人 甚至成了马其顿和阿哈亚 众信者的模范 因为主的圣道有你们那里 不仅升文于马其顿和阿哈亚 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 也传遍了各地 以致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 因为有他们传述我们的事 说我们怎样来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怎样离开偶像 皈依了天主 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 并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下 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 为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 震怒的耶稣 德撒洛尼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 你们自己也知道 我们来到你们那里 并非没有效果 你们也知道我们来到之前 曾在斐里伯吃了苦 受了凌辱 可是依靠着我们的天主 我们还有勇气 在兼具的格斗中 给你们宣讲了天主的福音 我们的讲劝并不是出于幻想 也不是出于不成 也不是在于欺诈 反之 我们是被天主考验合格 而受委托传福音的人 我们宣讲 并不是为取悦于人 而是为取悦那考验我们心灵的天主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之词 就如你们所知道的 也没有脱固贪婪 天主可以作证 也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光荣 没有向你们 也没有向别人 我们当基督的宗徒 虽有权利叫人敬重我们 但我们在你们中 却成了慈祥的 像抚育自己孩子的母亲 我们如此倦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 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你们应回忆我们的勤劳和辛苦 我们向你们宣讲天主的福音时 黑夜白日操作 免得加给你们任何人负担 你们自己和天主都可作证 我们对你们信有 曾是怎样的圣善 正义和无可指摘 你们也同样知道 我们怎样对待了你们中每一个人 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劝勉 鼓励 忠告你们 叫你们的行动 相称于那照学你们 进入他的国和光荣的天主 为此 我们不断地感谢天主 因为你们由我们接受了 所听的天主的言语 并没有拿他当人的言语 而实在当天主的言语领受了 这言语在你们信者身上发生了效力 弟兄们 你们的确像那些在耶稣基督内 在犹太的各天主教会一样了 因为你们由自己的同乡遭受了苦害 正像他们由犹太人所遭受的一样 那些犹太人不但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们 而且也驱逐了我们 他们不但使天主不悦 而且与全人类为敌 阻止我们给外邦人讲道 叫人得救 以致他们的罪恶时常满盈 天主的愤怒终必来到他们身上 弟兄们 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 尽是面目离开 而不是心离开 我们热切愿望极早见到你们的面 我们曾切愿到你们那里 我保禄确实一再地愿意去 但撒旦却阻止了我们 当我们的主耶稣来临时 在他面前 谁是我们的希望或喜乐 或足以自豪的冠冕呢 不就是你们吗 你们的确是我们的光荣和喜乐 德撒洛尼前书第三章 为此 我们不能再等待 就决意独自留在雅典 而打发我们的弟兄和在基督的福音上 做天主仆人的地貌德前去 为在信德上坚固鼓励你们 不叫任何人在这些困苦中受到动摇 你们自己原也知道 我们是注定要受苦的 因为我们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已给你们预言了 我们将遭受磨难 你们看 现在就发生了 为此 我既不能再等待 所以派他去叹息你们的信德 怕那诱惑者诱惑了你们 而使我们的劳苦等于白费了 现今 地貌德从你们那里回到我们这里 对你们的信德和爱德 给我们报告了好消息 并说 你们时常想念我们 渴望见到我们 就像我们渴望见到你们一样 为此 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磨难困苦中 因了你们的信德 由你们获得了安慰 因为若是你们在主内 站立稳定 我们现在就能活下去 我们为了你们的缘故 在我们的天主前 甚为喜乐 对这一切喜乐 我们能怎样感谢 好为你们称谢天主呢 我们唯有黑夜白日 恳切祈求 为能见到你们的面 为能弥补你们信德的缺陷 但愿天主我们的父 和我们的主耶稣 铺平我们去你们那里的道路 愿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情 和对众人的爱情 增长满意 就像我们对你们所有的爱情 好兼顾你们的心 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 同他的众圣者来临时 于天主我们的父前 在圣德上无可指摘 德撒洛尼前书第四章 此外 弟兄们 我们在主耶稣内 还请求和劝勉你们 你们既由我们学会了 应怎样行事 为中越天主 你们就该怎样行事 还要更向前迈进 你们原来知道 我们因主耶稣 给了你们什么诫命 天主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圣 要你们解决邪淫 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 应以圣洁和敬意 持守自己的肉体 不要放纵邪淫之情 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 外邦人一样 在这样的事上 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弟兄 因为主对这一切 是要报复的 就如我们先前已说过 已证明过的 因为天主 照叫我们不是为不节 而是为成圣 所以凡轻视这诫命的 不是轻视人 而是轻视那将自己的圣神 赋予你们身上的天主 关于弟兄的友爱 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 因为你们自己 由天主受了彼此相爱的教训 你们对全马其顿的 众弟兄 原以实行了这事 不过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 更向前迈进 你们要以过安定的生活 专务己业 亲手劳作为光荣 就如我们所吩咐过你们的 好叫你们在外人前 来往时有光彩 不仰仗任何人 弟兄们 关于王者 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以免你们忧伤 像其他没有忘德的人一样 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 也复活了 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 死于耶稣内的人 同他一起来 我们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这件事 我们这些活着 存留到主来临时的人 绝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 因为在发命时 在总领天使呐喊 和天主的号声响时 主要亲自由天降来 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 先要复活 然后 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 同时与他们一起 要被提到云彩上 到空中迎接主 这样 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 为此 你们要常用这些话 彼此安慰 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 弟兄们 这论那时候与日期 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 你们原确实知道 主的日子 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 即使人将说平安无事 那时灭亡会 粗然来到他们身上 就像痛苦来到 怀孕者身上一样 绝逃脱不了 但是你们 弟兄们 你们不是在黑暗中 以至那日子 像盗贼一样 袭击你们 你们众人 都是光明之子 和白日之子 我们不属于黑夜 也不属于黑暗 所以我们不当像 其他的人一样贪睡 却当醒悟清醒 因为人睡觉 是黑夜睡觉 喝醉的人 是黑夜喝醉 但是我们做 白日之子的 应当清醒 穿上信德和爱德作假 戴上得救的 妄德作亏 因为天主 没有简定 我们为谢怒 而是借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为获得拯救 他为我们死了 为叫我们 不论醒悟或睡眠 都同他一起生活 为此 你们应互相安慰 彼此建树 就如你们所行的 弟兄们 我们还请求你们 尊敬那些 在你们中劳苦 在主内管理你们 和劝诫你们的人 为了他们的工作 你们更因本着爱 重视他们 你们要彼此平安相处 弟兄们 我们还劝勉你们 要劝诫贤荡的 宽慰怯懦的 扶持软弱的 容忍一切人 要小心 人对人 不要以恶报恶 却要时常彼此勉励 互相善待 且善待一切人 应尝欢乐 不断祈祷 世事感谢 这就是天主 在基督耶稣内 对你们所有的旨意 不要消灭神恩 不要轻视先知之恩 但应当考验一切 好的应保持 各种坏的要远避 愿赐平安的天主 亲自完全圣化你们 将你们整个的神魂 灵魂和肉身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 保持得无暇可止 那照你们的是忠信的 他必实行 弟兄们 你们也要为我们祈祷 你们要以圣文 问候所有的弟兄 我因主 是求你们 向众弟兄朗诵这封书信 愿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同在 德撒洛尼后书 德撒洛尼后书第一章 保禄和希尔瓦诺 及蒂茂德 致书给在天主 我们的父 及主耶稣基督内的 德撒洛尼人的教会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 赐予你们 弟兄们 我们常该为你们 感谢天主 这真是相称的 因为你们的信德 大有进步 你们众人之间 彼此的爱德 更为增进 以致我们可在 天主的各教会中 为你们夸口 因为你们在所受的 一切迫害和磨难中 仍保持了坚韧和信德 这正是天主公义审判的名证 好使你们 看得天主的国 你们也正是为了这国 才受了苦难 既然天主是公义的 必要以苦难 报复难为你们的人 却赏你们受难为的人 同我们一起安宁 主耶稣由天上 协同他大能的天使显现时 要在火焰中 报复那些不认识天主 和不听从我们的 主耶稣福音的人 这些人 要受永远丧亡之法 远离主的面 远离他微能的光荣 当他在那一日 降来的时候 要在他的圣徒身上 受光荣 在一切信众身上 受赞美 你们也在其中 因为你们确信了 我们的正言 为此 我们也为你们祈祷 求我们的天主 使你们相称他的造教 求他以德能 成全你们各种 乐意向善的心 和信德的行为 好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在你们内受光荣 你们也在他内 赖我们的天主 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受光荣 德撒洛尼后书第二章 弟兄们 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和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 我们请求你们 不要因着什么神恩 或什么言论 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 好像说主的日子破尽了 就迅速失去理智 惊慌失措 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们 因为在那日子来临前 必有背叛之事 那无法无天的人 即丧亡之子 必先出现 他即是那敌对者 他高举自己 在各种称为神 或受崇拜者以上 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 宣布自己是神 你们不记得 我还在你们那里时 给你们说过这些事吗 你们也知道 现今那阻止他 在自己的时辰 才出现的是什么 罪恶的阴谋 已经在活动 只待这阻止者 一由中间除去 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 就要出现 主耶稣 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 将他杀死 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现 把他消灭 那人来到 依靠撒旦的力量 具有各种德能 行欺骗人的奇迹意识 并以各种邪恶骗术 删获那些丧亡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接受 爱慕真理之心 为获得拯救 为此 天主是一种错误的信念 在他们身上运行 叫他们相信荒谬 为是一切不信真理 而喜欢违法的人 被定罪受罚 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该当时常 为你们感谢天主 因为天主 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 借圣神的祝圣 和信从真理 而得到拯救 为此 祂也借着我们宣讲的福音 召叫了你们 为获得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光荣 所以 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稳定 要坚持你们 或有我们的言论 或有我们的书信 所学得的传授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并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和美好的希望 赐予我们的父天主 鼓励你们的心 并在各种善功善严上 兼顾你们 德撒洛尼后书第三章 此外 弟兄们 请为我们祈祷 好叫主的圣道 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 顺利展开 并得到光荣 也叫我们脱离坏人与恶人 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德 主是忠信的 他必兼顾你们 保护你们 免于凶恶 我们在主内信赖你们 你们既然现今实行了我们所吩咐的 将来也必实行 愿主指引你们的心去爱天主 并学习基督的坚忍 弟兄们 我们还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们 要远离一切游手好闲 或不按得资我们的传授生活的弟兄 你们自己原来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没有闲散过 也没有白吃过人的饭 而是黑夜白日辛苦勤劳的操作 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 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 而是为以身作则 给你们立榜样 叫你们效法我们 并且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早已吩咐过你们 谁若不愿意工作 就不应当吃饭 因为我们听说 你们中有些人游手好闲 什么也不做 却好管闲事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吩咐这样的人 并劝免他们安静工作 吃自己的饭 至于你们 弟兄们 行善总不可懈怠 但是如果有人 不听从我们书信上的话 应把这人祭出 不要与他交际来往 好叫他惭愧 可是不要把他当仇敌看待 但要把他当弟兄规劝 愿赐平安的主 亲自时时处处赐给你们平安 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保露亲笔问候 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 这是我的字体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众人同在 地貌德前书 地貌德前书第一章 奉我们的救主天主 和做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的命 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路 智书给在信德上 做我真子的地貌德 愿恩宠仁慈与平安 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予你 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请求你留在恶福所 为的是要你训令某些人 不要讲异端道理 也不要探求无稽的传说 以及无穷无尽的族谱 因为这些事只会激起争辩 对于天主所立的那 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 毫无益处 这训令的目的就是爱 极由纯洁的心 光明磊落的良心 和真诚的信仰 所发出的爱 但有些人离开这些 而转向了空谈 他们愿意充当法学士 却不明白自己所说和所主张的是什么事 我们知道法律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合法 我们也知道法律不是为义人力的 而是为叛逆和不服从的 为不前进和犯罪的 为不敬神和独胜的 为侍父侍母的 为杀人的 为犯奸淫的 为行难色的 为拐卖人口的 为说谎言的 为发虚事的 并为其他相反健全道理的事而立的 这道理是 按照真福的天主 所托给我的光荣福音而宣讲的 我感谢那 自我能力的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因为他认为我忠信 就派定了我服役 原先我是个亵渎者 迫害者和施暴者 但是我蒙受了怜悯 因为我当时是在不信之中 出于无知而做了那些事 然而 我们主的恩宠 对我格外丰厚 使我在耶稣基督内 有了信和爱 这话是确实的 值得完全接纳 就使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 是为拯救罪人 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 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怜悯 是为使基督耶稣 在我这个魁首身上 显示他的完全坚忍 为给将来信靠他 而获永生的人一个榜样 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 那不死不灭 不可见的唯一天主 与无穷是之事 阿门 我儿弟茂德 我根据以前指着你所说过的那些预言 把这训令委托给你 为叫你借此打这场好仗 保持信德和良心纯洁 有些人竟摒弃了良心 而在信德上遭了传破之灾 其中有伊莫纳约和亚历山大 我已把他们交给撒旦 为叫他们学习 不再亵渎 地茂德前书第二章 首先 我劝导众人 要为一切人恳求 祈祷 转求 和谢恩 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 为叫我们能以全心的前进和端庄 度宁静平安的生活 这原是美好的 并在我们的救助天主面前 是蒙受悦纳的 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 并得以认识真理 因为天主只有一个 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宝 也只有一个 这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 他奉献了自己 为众人做赎价 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 已被证实 而我也是为了这事 被立为宣道者和宗徒 我说的是实话 并非说谎 在信仰和真理上 做了外邦人的教师 我愿意男人们 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 不应发怒和争吵 又愿意女人们 服装端正 以廉齿和庄重装饰自己 不要用卷发和金饰 或珍珠和极奢华的服装 而要以善行装饰自己 这才合乎成为 前境天主的女人 女人要在沉静中守教 事事服从 我不准许女人施教 也不准许她管辖男人 但要她安于沉静 因为亚当是先受造的 以后才是恶娃 亚当没有受骗 受骗陷于被命之罪的是女人 但他若持守信德 爱德 圣德和庄重 借着生育必能获救 帝茂德前书第三章 谁若想望监督的职份 是渴望一件善事 这话是确实的 那么监督必须是无可指摘的 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 有节制 应慎重 端庄 好客 善于教导 不施酒 不暴力 而因温良和善 不贪爱钱财 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庭 使子女们服从 凡事端庄 是若不知管理自己的家庭 如何能照观天主的教会 不可是新奉教的 怕他妄自尊大 而陷于魔鬼所受的判决 并且在外人中也必须有好声望 怕他遭人诽谤 落入魔鬼的罗网 执事也必须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饮酒过度 不贪赃 以纯洁的良心 保持信德的傲计 这些人应当先受试验 如果无暇可指 然后才能做执事 女人也必须端庄 不缠棒 有节制 凡事忠信 执事应当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 善于管理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因为善于服务的 自可获得优越的品位 而大胆地宣扬基督耶稣内的信仰 我虽希望快到你那里去 但我仍把这些事写给你 假使我迟迟不到 你可以知道 在天主的家中应当如何行动 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 真理的注识和基础 无不公认 这前境的傲计是伟大的 就是它出现于肉身 受证于圣神 发显于天使 被传于义民 渐信于普世 被揭于光荣 圣神明明地说 在最后的时期 有些人要背弃信德 听信欺诈的神和魔鬼的训言 这训言是出于那些伪善的说谎者 他们的良心一烙上了火印 他们禁止嫁娶 解决一些食物 这些食物本是天主所造 叫那信仰而认识真理的人 以感恩的心所享用的 因为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 如以感恩的心领受 没有一样是可摒弃的 因为样样都是借天主的话 和祈祷祝胜了的 你若拿这些话提醒弟兄们 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 并显出你在信德和你一向所追随的 好教训上得到好的教育 至于凡俗和老妇的无稽传说 勿要躲避 但要在前境上操练自己 因为身体的操练 益处不多 唯独前境在各方面都有益处 因为有今生与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确实的 值得完全接纳 我们劳苦奋斗正是如此 因为我们已既往于永生的天主 祂是全人类 尤其是信徒们的救主 你要拿这些事去指导和教训人 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 但要在言语行为上 在爱德信德和节德上 做信徒的模范 直到我来时 你要专务宣读 劝勉和教导 不要疏忽你心内的神恩 即从前因预言 借长老团的副手赐予你的神恩 你要专心做这些事 全神贯注在这些事上 为使众人看出你的进步 应注意你自己和你的训言 在这些事上要坚持不变 因为你这样做 才能救你自己 又能救你的听众 不要严则老年人 但要劝他如劝父亲 劝青年人如劝弟兄 劝老父如劝母亲 以完全纯洁的心 劝青年女子如劝姊妹 要敬重寡妇 即那些真正做寡妇的 假使寡妇有儿子或孙子 他们就应先学着孝敬本家人 报答祖先 因为这是天主所喜悦的事 那真正做寡妇的 孤独无依 以既望于天主 黑夜白日 常在恳求和祈祷 但那任性纵欲的寡妇 虽生有死 你要拿这些话去劝诫 使他们无可指摘 若有人不照顾自己的妻族 尤其不照顾自己的家人 即是背弃信德 比不信的人更坏 录用一个寡妇 年纪不要少过六十岁 且只做过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必须有行善的声望 如教育过儿女 款待过旅客 洗过圣徒的脚 周记过遭难的人 勤行过各种善功 至于年轻的寡妇 你要拒绝录用 因为当他们情欲冲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便想再嫁 这样必遭致惩罚 因为他们摒弃了 起初的信誓 同时 他们又游手好闲 习惯串门踏户 不但游手好闲 而且还饶舌不休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所以 我要年轻的寡妇在家 生养儿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以诽谤的 任何借口 因为有些 已转身 随从了撒丹 若女信徒家中 有寡妇 就应供养他们 不可加重 教会的负担 为使教会 能供养那些 真正的寡妇 那些善于督导的长老 尤其那些 出力讲道 和施教的人 看守加倍的敬奉 因为经上记载 牛在打肠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 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 反对长老的控告 除非有两三个证人 你不可受理 犯罪的人 你要在众人前加以斥责 为教其余的人 有所警惕 我在天主与基督耶稣 以及蒙选的天使前 恳求你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存成见 做事也不可有偏心 不可轻易给人复守 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子 勿要守身清白 至于你 你以后不要单喝清水 为了你的胃病 和你屡次生病 却要用点酒 有些人的罪过 在受审以前 便是显明的 但有些人的罪过 只在受审以后 同样 善功也是显明的 即使不明显 也不能隐瞒住 凡富恶为奴隶的 应认为自己的主人 堪受各种尊敬 以免天主的名号和道理 被人亵渎 奴隶若是有信教的主人 也不可因他们是弟兄 便加以轻视 凡要越发服侍他们 因为得服侍之会的 是信徒 是可爱的弟兄 你要拿这些事教训人 劝勉人 若有人讲异端道理 不顺从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健全道理 与那合乎前进的教训 他必是妄自尊大 一无所知 患有辩论和舍战之辟的人 由此而生出嫉妒 争吵 谩骂 恶意的猜疑 以及心思败坏 和丧失真理者的口角 他们以为前进是获利之源 的确 前进是一个获利的复原 但应有知足的心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 同样也不能带走什么 只要我们有吃有穿 就当知足 至于那些想望致富的人 却陷于诱惑 堕入罗网 和许多背离有害的欲望中 这欲望叫人沉溺于败坏 和灭亡中 因为贪爱钱财 乃万恶的根源 有些人曾因贪求钱财 而离弃了信德 使自己受了许多刺心的痛苦 至于你 天主的人啊 你要躲避这些事 但要追求正义 前进 信德 爱德 坚忍和良善 要奋力打这场 有关信仰的好仗 要争取永生 你正是为此而蒙照 并为此 在许多证人前 宣示了你那美好的誓言 我在使万有生活的天主前 和曾对班阙比拉多 宣过美好誓言的基督耶稣前 命令你 勿要保守这训令 不受玷污 无可指摘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 在预定的时期 使人看见这显现的 是那真福 唯一全能者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那独享不死不灭 住于不可接近的光中 没有人看见过 也不能看见的天主 愿尊崇和永远的权威 归于他 阿们 至于今世的妇人 你要劝告他们 不要心高气傲 也不要既往于 无偿的财富 唯独既往于 那将万物丰富地 供给我们享用的天主 又要劝他们行善 在善功上致富 甘心施舍 乐意通财 为自己积蓄良好的根基 以备将来 能享受那真正的生命 地貌德啊 要保管所受的寄托 要躲避凡俗的空谈 和价冒知识之名的反论 有些人自从有这知识 但终于失落了信德 愿恩宠与你们同在 地貌德后书 地貌德后书第一章 奉天主的旨意 为传布在基督耶稣内 所恩许的生命 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 致书给可爱的儿子地貌德 愿恩宠仁慈与平安 由天主父和我们的 主基督耶稣赐予你 当我在黑夜白日的祈祷中 不断地怀念你时 我就感谢我继续祖先 以纯洁的良心 所服侍的天主 我每想起你的眼泪 我便渴望见你 为叫我满心喜乐 我记得你那毫无虚伪的信德 这信德首先存在 你外祖母罗伊 和你母亲欧尼克的心中 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中 为了这个缘故 我提醒你 把天主借我的副手 所赋予你的恩赐 再赤然起来 因为天主所赐给我们的 并非怯懦之神 而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 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人为耻 但要依赖天主的大能 为福音同我共受劳苦 天主拯救了我们 以圣照照教了我们 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而是按照他的决意和恩宠 这恩宠是万世以前 在基督耶稣内赐予我们的 如今借着我们的救助 基督耶稣的出现 显示了出来 他毁灭了死亡 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 为这福音 我被立为宣讲者 为宗徒 为导师 为了这个缘故 我现在受这些苦难 但我并不以此为耻 因为我知道 我所信赖的是谁 也深信 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 直至那一日 你要以信德 及在基督耶稣内的爱德 把从我所听的健全道理 奉为模范 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 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 你知道 那些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 其中有菲格罗和赫摩格乃 愿主赐仁慈于 敖乃西佛罗的家庭 因为他屡次使我精神快慰 也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而且他一到了罗马 便急切地访寻我 也找到了我 愿主到那一日 赐他获得主的仁慈 他在厄福所怎样为我服了物 你们知道的更清楚 地貌德后书第二章 所以我儿 你应应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坚强起来 应把你在许多证人前 由我所听的传授给忠信可靠的人 使他们也能够教导别人 应如同基督耶稣的精兵 与我共受劳苦 没有一个当兵的 为叫他的元帅喜欢 而让日常的俗物缠身的 若有人竞赛 除非按规矩竞赛 是得不到花冠的 劳苦的农夫 你当先享受产物 你要了解我所说的话 其实主必要赐你了解一切 你勿要记住 根据我所传的福音 达位的后裔 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 为了这福音 我受苦以之带锁链 如同凶犯一样 但是天主的道 绝束缚不住 为此 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一切 为使他们也获得 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 和永远的光荣 这话是确实的 如果我们与他同死 也必与他同生 如果我们坚忍到底 也必与他一同为王 如果我们否认他 他也必要否认我们 如果我们不忠信 他仍然是忠信的 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 你要提醒人这些事 在天主前 恳切劝诫他们 不要在言辞上争辩 因为争辩 从能颠覆听众外 丝毫没有益处 你要努力在天主前 显示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 是无愧的工人 正确地讲授真理之言 至于那凡俗的空谈 勿要躲避 因为这些空谈 多使人趋于不敬 这些人的言论 如同毒癌 越烂越大 其中就有 伊莫纳约和菲勒托 他们离开了真理 说复活已是过去的事 颠覆了一些人的信仰 但是天主坚固的基础 屹立不动 且有这样的课文说 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 又说 凡呼号主名的人 应远离邪恶 在大户家庭中 不但有金器和银器 而且也有木器和瓦器 有做贵重之用的 也有做卑贱之用的 所以人若自杰 离开卑贱的 必然成为贵重的 圣洁的 有益于主人 便例行各种善功的器皿 你要躲避青年的贪欲 但要同那些 以纯洁之心呼号主的人们 追求正义 信德 爱德 与平安 至于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辩论 勿要躲避 因为你知道辩论 只会产生争吵 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 但要和气对待众人 善于教导 凡事忍耐 以温和开导反抗的人 或许天主会赐他们悔改 而认识真理 是这些被魔鬼活着去顺从他心意的人 能觉悟过来 摆脱魔鬼的罗王 地貌德后书第三章 你应知道 在末日 困难的时期必要来临 因为那时 人只爱自己 爱钱 金夸 骄傲 谩骂 不孝顺父母 忘恩 负义 不前进 无慈爱 难和解 善诽谤 无节制 无人心 不乐善 背信 鲁莽 自大 爱快乐 胜过爱天主 他们虽有前进的外貌 却背弃了前进的实质 这等人 你勿要躲避 因为他们中 又在潜入人家中 列取那些满身罪恶 及被各种邪欲吸引的妇女 这些妇女 虽时常学习 但总达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 就如从前 雅乃斯和杨布勒 反抗梅瑟 照样 这等人也反抗了真理 他们的心属败坏了 在信德上 是不可靠的 但他们不能再有所成就 因为他们的愚昧 将要暴露在众人前 如同那两个人一样 至于你 你却追随了我的教训 我度日的态度 志向 信心 坚忍 爱心 容忍 我受的迫害和苦难 即我在安提约基亚 伊科尼雍 里斯特拉 所遭遇的事 那时 我受了何等的迫害 主却从这一切迫害中 救出了我 凡是愿意在基督 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 都必要遭受迫害 但是恶人 和行乍术的人 却越来越坏 他们迷惑人 也必受人迷惑 然而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 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 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 这圣经 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 获得得救的智慧 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 为教训 为督则 为矫正 为教导人学正义 都是有益的 好使天主的人成全 适于行各种善功 地貌德后书 第四章 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 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 恳求你 勿要宣讲真道 不论顺境逆境 总要坚持不变 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 去反驳 去斥责 去劝勉 因为时候将到 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 反应耳朵发扬 顺从自己的情欲 为自己聚拢许多师傅 且掩耳不听真理 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 至于你 在一切事上 勿要谨慎 忍受艰苦 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 完成你的职务 因为我已被惦记 我离世的时期已经尽了 这场好仗 我已打完 这场赛跑 我已跑到终点 这信仰 我已保持了 从今以后 正义的冠冕 已为我预备下了 就是主 正义的审判者 到那一日 必要赏给我的 不但赏给我 而且也赏给一切 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 德马斯因爱现世 已离弃我 到德萨洛尼去了 克勒斯克去了加拉达 帝多去了达尔玛提亚 只有路加 同我在一起 你要带着马尔谷 同你一起来 因为他在植物上 为我是有用的 至于提西科 我派他到厄福索去了 我留在特罗阿卡尔坡 家中的那件外衣 你来时务必戴上 还有那几卷书 尤其是那些羊皮卷 同将亚历山大 使我受了许多苦 主将照他所行的 报应他 这人你也要加以提防 因为他极力反抗 我们的道理 在我初次过堂时 没有人在我身旁 众人都离弃了我 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 但是主却在我左右 兼顾了我 使福音的宣讲 借着我而完成 使一切外邦人都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中 被救了出来 主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 也要使我安全地 进入他天上的国 愿光荣归于他 于无穷事之事 阿们 请问候普利斯加 阿鬼拉和 欧乃西弗洛一家 厄拉斯托仍留在格林多 特洛斐摩因患病 我将他留在米泪托 你要赶快在冬天以前来到 欧布罗 普登 里诺 克劳迪亚 和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 愿主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恩宠与你们同在 天主的仆人 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 为引天主所选的人 去信从并认识合乎前境的真理 这前境是本于永生的希望 又是那不能说谎的天主 在久远的时代以前所预许的 他到了适当的时期 就借着宣讲 显示了他的圣道 我就是照我们救主 天主的命令 受委托进这宣讲的职务 我保禄志书 给在共同信仰内 做我真子的帝夺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父 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予你 我留你在克里特 是要你整顿那些尚未完成的事 并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 长老应是无可指摘的 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 所有的子女都是信徒 又没有被控告为放荡不羁的 因为做监督的 既是天主的管家 就该是无可指摘的 不自负 不发怒 不嗜酒 不暴力 不贪污 但该好客 乐善 慎重 公正 热心 有节 坚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 好能以健全的道理 劝戒并驳斥抗辩的人 实在有许多人尚不服从 好空谈 欺骗人 尤其是那些受过割损的人 应堵塞这些人的口 因为他们为了可耻的利润 竟教导那不应教导的事 破坏人的整个家庭 克里特人中的艺人 他们自己的一位先知 曾这样说 克里特人常是些说谎者 是些可恶的野兽 贪口腹的懒汉 这话说得很对 为此 你该严厉规劝他们 号教他们在信德上健全无瑕 不要听信犹太人无稽的传说 和背弃真理之人的规定 为洁净人 一切都是洁净的 但为败坏的人和无信仰的人 没有一样是洁净的 就连他们的理性和良心都是污秽的 这样的人自称认识天主 但在行为上却否认天主 他们是可憎恶的 悖逆的 在一切善事上是无用的 至于你 你所讲的该合乎健全的道理 教训老人应节制 端庄 慎重 在信德 爱德和忍耐上 要正确健全 也要教训老父 在举止上要圣善 不毁谤人 不沉沉于酒 但教人行善 好能教导青年妇女 爱丈夫 爱子女 慎重 贞洁 勤礼家务 良善 服从自己的丈夫 免得使人诋毁天主的圣道 你也要教训青年人 在一切事上要慎重 你该显示自己为行善的模范 在教导上应表示纯正庄重 要讲健全无可指摘的话 使反对的人感到羞愧 说不出我们什么不好来 教训奴隶在一切事上 要服从自己的主人 常叫他们喜悦 不要抗辩 不要窃取 唯要事事表示自己实在忠信 好使我们的救主天主的圣道 在一切事上获得光荣 的确 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 教导我们弃绝不前进的生活 和世俗的贪欲 有节地 公正地 前进地 在今世生活 期待所有希望的幸福 和我们伟大的天主 及救助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 他为我们设弃了自己 是为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洗净我们 使我们能成为他的选民 叫我们热心行善 你要宣讲这些事 以全权归劝和指摘 不要让任何人轻视你 你要提醒人 服从执政的官长 听从命令 准备行各种善事 不要辱骂 不要争吵 但要谦让 对众人表示极其温和 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昏愚的 悖逆的 迷途的 受各种贪欲和义乐所奴役 在邪恶和嫉妒中度日 自己是可憎恶的 又彼此仇恨 但当我们的救助天主的良善 和他对人的慈爱出现时 他救了我们 并不是由于我们 本着义德所立的功劳 而是出于他的怜悯 借着圣神所施行的 重生和更新的洗礼 救了我们 这圣神是天主 借我们的救助耶稣基督 丰富地倾注在我们身上的 好使我们 因他的恩宠成义 本着希望 成为永生的成绩人 这话是确实的 我愿意你坚持这些事 好使那些 以信奉天主的人 热心专务行善 这些都是美好 而为人有益的事 至于那些愚昧的辩论 族谱 争执和关于法律的争论 你勿要躲避 因为这些都是无意的空谈 对异端人 在谴责过一次两次以后 就该远离他 该知道 这样的人 以背弃正道 犯罪作恶 自己给自己定了罪案 当我打发阿尔特马 或提西科到你那里以后 你赶快到尼克波里来见我 因为我已决定在那里过冬 你打发法学士 泽纳和阿波罗上路 要照顾周的 使他们什么也不缺少 我们的人 也应当学着行善 为应付一切积蓄 免得成为不结果实的人 同我在一起的弟兄 都问候你 请问候那些 在信德内爱我们的弟兄 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 费类梦书 基督耶稣的被求者保禄 和地茂德弟兄 制书给我们可爱的合作者 费类梦 并给姊妹阿培亚 和我们的战友阿尔西坡 以及在你家中的教会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 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 赐予你们 在我的祈祷 在祈祷中纪念你时 我常感谢我的天主 因为听说你对主耶稣 和对众圣徒 所表现的爱德与信德 我祈求天主 为使你因信德 而怀有的慷慨 发生功效 使你认清 我们所能行的一切善事 都是为基督而行的 弟兄 我由于你的爱德 确实获得了 极大的喜乐和安慰 因为借着你 圣徒们的心都舒畅了 为此 我虽然在基督内 能放心大胆的命理 去做这件该做的事 可是 我这年老的暴露 如今且为基督耶稣 做囚犯的 宁愿因着爱德求你 就是为我在锁链中 所生的儿子 敖乃希摩来求你 他曾一度为你是无用的 可是 如今为你为我 都有用了 我现今 把他给你打发回去 你收下他 他是我的心肝 我本来愿意 将他留在我这里 叫他替你服侍我 这位福音而被求的人 可是没有你的同意 我什么也不愿意做 好叫你所行的善 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出于甘心 也许他暂时离开了你 是为叫你永远收下他 不再当一个奴隶 而是超过奴隶 做可爱的弟兄 他为我特别可爱 但为你 不拘是论肉身方面 或是论主方面 更加可爱 所以 若你以我为同志 就收留他 当作收留我吧 他若亏负了你 或欠下你什么 就算在我的账上吧 我保禄 亲手签字 我必要偿还 至于你 你所欠于我的 竟是你本身 这我就不必对你说了 弟兄 望你使我在主内 得此恩惠 并在基督内 使我的心舒畅 我自信你必听从 才给你写了这信 我知道 这是超过我所说的 你也必做 同时 也请你给我准备一个住处 因为我希望 因你们的祈祷 主必要把我赐予你们 为基督耶稣 与我一同 被囚的厄帕夫拉 我的合作者 马尔谷 阿里斯塔克 德马斯 路加 都问候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阿门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一章 天主在古时 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 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 但在这末期内 他借着自己的儿子 对我们说了话 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成绩者 并借着他造成了宇宙 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 是天主本体的真相 以自己大能的话 支撑万有 当他敌除了罪恶之后 便在高天上 坐于尊威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字 既然超越众天使的名字 所以他远超过众天使之上 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或说过 我要做他的父亲 他要做我的儿子 再者 当天主引领守生子 进入世界的时候 又说 天主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 论到天使 固然说过 天主使自己的天使为风 使自己的仆役为火焰 可是 论到自己的儿子却说 天主 你的玉座永远长存 你治国的权杖 是公正的权杖 你爱护正义 憎恨不乏 为此天主 你的天主 用欢愉的游敷了你 胜过你的伴侣 又说 上主 你在起初奠定了下地 上天是你手的功绩 如天必要毁灭 而你永远存在 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坏 你将它们卷起 好似坏套 它们必如衣服 都要变换更新 但是 你却永存不变 你的寿命 无尽无限 又像哪一位天使说过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变作你脚下的踏板 众天使 岂不都是奉执的神 被派遣给那些 要承受救恩的人 服务吗 西伯来书第二章 为此 我们必须更应注重 所听的道理 免得为潮流所冲去 如果借着天使 所传世的话 发生了效力 凡违犯抗命的 都得了公平的报复 那么 我们这些忽视 这样伟大救恩的人 怎能逃脱惩罚呢 这救恩 原是主亲自开始宣讲的 是那些听讲的人 给我们证实的 又是天主以神迹 其事和各种异能 以及照他的旨意 所分配的圣神的其恩 所一同证实的 的确 天主没有把我们 所讨论的未来的世界 隶属于天使之下 但有一个人 在圣经某处 曾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人子算什么 你竟看顾他 你使他稍微信于天使 赐给他尊崇和光荣 当冠冕 令他统治你手的造网 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 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一句 是说天主没有留下一样 不隶属于他权下的 但是现今 我们还没有看见 一切全隶属于他权下 我们却看见了 那位稍微信于天使的 耶稣 因所受的死亡之苦 接受了尊崇和光荣的冠冕 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 使他为每个人 尝到死位 其实 那为万物的忠相和万物根源的天主 既领导众子进入光荣 借苦难来成全拯救众子的首领 也是适当的 因为 祝圣者与被祝圣者 都是出于一缘 为这个缘故 耶稣称他们为弟兄 并不以为耻 说 我要向我的弟兄 宣扬你的圣名 在集会中 我要赞扬你 又说 我要依靠天主 又说 看 我和天主所赏给我的孩子 那么 孩子既然都有同样的血肉 他照样也取了一样的血肉 未能借着死亡 毁灭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 魔鬼 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 一生当奴隶的人 其实都知道 他没有援助天使 而援助了亚巴郎的后裔 因此 他应当在各方面 相似弟兄们 好能在关于天主的事上 成为一个仁慈 和忠信的大司祭 以补赎人民的罪恶 他既然亲自经过试探 受了苦 也必能扶住 受试探的人 西伯来书第三章 所以 有份于天上照选的 诸圣弟兄啊 你们应细心想想 我们公认的亲使和大司祭耶稣 对那委派他的是怎样忠信 正如霉色在他的全家中一样 他本来比霉色 堪受更大的光荣 就如修建房屋的人 比那房屋 理当更受尊荣 不错 每座房屋 都有一个人修建 但那创造万有的 却是天主 霉色在天主的全家中 的确忠信 不过他只是臣仆 为给那当要宣布的事作证 但基督却是儿子 管理自己的家 他的家就是我们 只要我们保存 由妄得所生的 衣室和荣耀 坚定不移 直到最后 为此圣神有话说 今天 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 不要再心硬了 像在叛乱之时 像在旷野中试探的那一天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 已考验试探了我 虽然见了我的作为 共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恶了那一世代 说 他们心中时常迷惑 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 所以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绝不得进入 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小心 免得你们中有人 起背信的恶心 背离生活的天主 反之 只要还有今天在 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 免得你们有人 因罪恶的诱惑 而硬了心 因为我们已成了 有份于基督的人 只要我们保存着 起出怀有的信心 坚定不移 直到最后 经上所说 今天 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 不要再心硬了 像在叛乱之时 是谁听了而起了叛乱呢 岂不是梅色从埃及领出来的众人吗 四十年之久 天主厌恶了谁呢 不是那些犯了罪 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中的人吗 他向谁起了事 不准进入他的安息呢 不是像那些被信的人吗 于是我们看出 他们不得进入安息 是因了被信的缘故 西伯来书第四章 所以 几时进入他安息的恩许 仍然存在 我们就应存戒心 免得你们中有人得不到安息 因为我们也蒙受了喜讯 有如我们的祖先一样 可是 他们所听到的话 为他们毫无益处 因为他们听的时候 没有怀着信德 所以 我们这些信了的人 必得进入安息 就如经上说的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天主的化工 从创世时已经完成了 因为圣经某处论集第七日说 天主 在第七天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作 开始安息 但这里又说 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 那么 既然这安息 还保留着要一些人进入 而那些先听到喜讯的人 因背信没有进入 因此 天主重新指定了一个日子 即一个今天 就是在很久以后 借达位所宣示的 如上边说过的 今天 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 不要再心硬了 假使 若苏厄实在使祖先安息了 此后 天主便不会再论及别的一个日子 由此看来 为天主的百姓 还保留了一个安息的时日 的确 谁进入了天主的安息 他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 正如天主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一样 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那安息 所以免得有人照样因背信而跌倒 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 是有效力的 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 只穿入灵魂和神魂 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 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 没有一个受造物 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 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 我们必须向他交账 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 进入了诸天的司机 天主子耶稣 我们就应坚持所信奉的真道 因为我们所有的 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机 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 受过试探的 只是没有罪过 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世之心 走进恩宠的宝座 以获得仁慈 寻到恩宠 做及时的辅助 事实上 每位大司机是由人间所选拔 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 为奉献贡物和牺牲 以赎罪过 好能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为弱点所纠缠 因此他怎样为人民奉献赎罪计 也当怎样为自己奉献 谁也不得自己擅取这尊位 而应蒙天主照选 又如亚狼一样 照样 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司机的光荣 而是向他说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但那位光荣了他 他又如在另一处说 你照墨基瑟德的品位 永做司机 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 以大声哀嚎和眼泪 宣称为按照墨基瑟德品位的大司机 关于这事 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 但是难以说明 因为你们听不入耳 按时间说 你们本应做导师了 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来教导你们 天主道理的初级教材 并且成了必须吃奶 而不能吃硬食的人 凡吃奶的 因为还是个婴孩 还不能了解正义的道理 唯独成年人才能吃硬食 因为他们的官能 因着练习获得了熟练 能以分辨善恶 因此 让我们割下论基督的初级教理 而努力向成全的课程迈进 不必再树立基础 就是讲论悔改 死亡的行为 信赖天主 及各种洗礼 副手 死者复活 和永远审判的道理 如果天主准许 我们就这样去做 的确 那些曾一次被光照 尝过天上的恩赐 成了有份于圣神 并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 及未来世代德能的人 如果背弃了正道 再叫他们自心悔改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亲自又把天主子 钉在十字架上 公开加以凌辱 就如一块田地 时有雨水降于其上 时受润泽 若出产 有益于那种植者的蔬菜 就必蒙受天主的祝福 但若生出荆棘吉林来 就必被废弃 必要受诅咒 他的结局 就是焚烧 可是亲爱的诸位 我们虽这样说 但对你们 我们确信 你们将有更好的表现 更尽于救恩 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的 甚至于忘掉了 你们的善功和爱德 即你们为了他的名 在过去和现在 在服侍圣徒的事上 所表现的爱德 我们只愿你们 每一位表现同样的热心 以达成你们的希望 一直到底 这样 你们不但不会懈怠 而且还会效法那些 因信德和耐心 而继承恩许的人 当天主应许亚巴郎的时候 因为没有一个比天主大 而能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 说 我必多多祝福你 使你的后裔繁多 这样 亚巴郎因耐心等待 而获得了恩许 人都是指着 比自己大的启示 以启示做担保 了结一切争端 为此 天主愿意向继承恩许的人 充分显示 自己不可更改的旨意 就以启示来自作担保 好叫我们这些 寻求避难所的人 因这两种不可更改的事 在这些事上 天主绝不会撒谎 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鼓励 去抓住那摆在墓前的希望 我们拿这希望 当作灵魂的安全 而又坚固的毛 深深地抛入账漫的内部 做前驱的耶稣 以为我们进入了那账漫内部 按照莫迹色德品味 做了永远的大司祭 原来这墓迹色德是撒冷王 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 当亚巴郎打败众王回来时 他来迎接 且祝福了他 亚巴郎就由所有的一切之中 拿出十分之一分给了他 他的名字墨迹色德 第一可称作正义之王 他也可称作撒冷之王 就是和平之王之一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 生无始寿无终 他好像天主子 永久身为司祭 你们要想想 这人是多么伟大 连圣祖亚巴郎 也由上等的战利品中 取了十分之一献给了他 那些由类位子孙中领受司祭职的 固然有命向人民 按法律征收十一之物 即向他们的弟兄 虽然都是出自亚巴郎的腰中 可是不属于他们世系的那一位 却收了亚巴郎的十一之物 并祝福了那蒙受恩许的 从来在下的受在上的祝福 这是无人可反对的 在这里 那些领受十一之物的 是有死的人 但在那里领受十一之物的 却是一位证明了常活着的人 并且可说 连那领受十一之物的类位 也借着亚巴郎 交纳了十一之物 因为当莫基瑟德 迎接亚巴郎的时候 类位还在祖先的腰中 那么 如果借着类位司祭职 能有成全 因为选民就是本着这司祭职 接受了法律 为什么还需要兴起另一位 按照莫基瑟德品位的司祭 而不称为按照亚郎的品位呢 如今司祭职一变更 法律也必然变更 因为这里所论到的那一位 原是属于另一支派 由这一支派中 没有一个人曾在祭坛前服务过 显然我们的主 是由犹大支派出生的 关于这一支派 梅瑟从未提到司祭的事 既然有另一位司祭 是按照莫基瑟德的品级兴起的 那么 我们所讨论的就更显明了 因为他支撑为司祭 并不是按照血统所规定的法则 而是按照不可消灭的生命的德能 因为有圣经给他作证 你照莫基瑟德的品位 永作司祭 先前的诫命之废除 是由于他的弱点和无用 因为法律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 可是如今 引进了一个更好的希望 因着这希望 我们才能亲近天主 再者 耶稣成为司祭 是具有天主誓言的 其他的司祭 并没有这种誓言 就成了司祭 耶稣成为司祭 却具有誓言 因为天主向他说 上主一发了誓 他绝不再反悔 你永为司祭 如此 耶稣就成了更好的 盟约的担保人 再者 类为人成为司祭的 人数众多 因为死亡阻碍他们 长久留任 但是耶稣因永远长存 具有不可消逝的司祭品位 因此 凡由他而接近天主的人 他全能拯救 因为他常活着 为他们转求 这样的大司祭 才适合于我们 他是圣善的 无辜的 无垫的 别于罪人的 高于诸天的 他无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样 每日要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人民的罪 寄宪牺牲 因为他奉献了自己 只一次 而为永远完成了这事 因为法律所立为大司祭的人 是有弱点的 可是在法律以后 以誓言所立的圣子 却是成全的 直到永远 我们所论述的要点即是 我们有这样一位大司祭 他已坐在天上尊威的宝座右边 在圣所 集真会墓里坐臣仆 这会墓是上主 而不是人所支搭的 凡大司祭 都是为奉献贡物和牺牲而立的 因此这一位 也必须有所奉献 假使他在地上 他就不必当司祭 因为已有了按法律奉献贡物的司祭 这些人所行的敬礼 只是天上事物的模型与影子 就如梅瑟要制造会墓时 曾获得神士说 要留心 上主说 应一一按照 在山上指示你的事样去做 现今 耶稣已得了一个更卓绝的职份 因为他做了一个更好的 并建立在更好的恩许之上的 盟约的中宝 如果那第一个盟约是没有缺点的 那么 为第二个就没有余地了 其实天主却指摘以民说 看 十日将到 上主说 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定立新约 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 令他们出离埃及时 与他们的祖先所定立的盟约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恒心守我的盟约 我也就不照管他们了 上主说 这是我在那些十日后 与以色列定立的盟约 上主说 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 写在他们的心头上 我要做他们的天主 他们要做我的人民 那时 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 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 你要认识上主 因为不论大小 人人都必认识我 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 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 一说新的 就把先前的宣布为旧的了 但凡是旧的和老的 都已临近了灭亡 第一个盟约 固然也有行径里的归程 和属于世界的圣殿 因为有支搭好了的账目 前边的账目称为圣所 里面设有灯台 桌子和供饼 在第二层账卖后边 还有一个账目 称为至圣所 里面设有金香坛 和周围包金的约柜 柜内有成玛纳的金罐 和亚郎开花的棍杖及约板 柜上有天主荣耀的格鲁宾 遮着赎罪盖 关于这一切 现今不必一一细讲 这一切既如此安置了 司机们就常进前边的账目 去行敬礼 至于后边的账目 唯独大司机一年一次进去 常带上血 去为自己和为人民的过犯奉献 圣神借此指明 即使前边的账目还存在 到天上圣殿的道路 就还没有打开 以上所述是现今时期的预表 表示所奉献的供物和牺牲 不能使行敬礼的人 在良心上得到成全 因为这一切 都是属于外表礼节的规程 只着重食品 饮料和各样的洗礼 立定为等待改良的时期 可是基督一到 就做了未来红恩的大司机 他经过了那更大 更齐全的 不是人手所造 不属于受造世界的账目 不是带着公山羊和牛犊的血 而是带着自己的血 一次而为永远进入了天上的圣殿 获得了永远的救赎 假如公山羊和牛犊的血 以及母牛的灰烬 洒在那些受电污的人身上 可净化他们得到肉身的洁净 何况基督的血呢 他借着永生的神 以把自己毫无瑕疵地奉献于天主 他的血 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 除去死亡的行为 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 为此 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以他的死亡 补熟了在先前的盟约之下 所有的罪过 好叫那些盟照的人 获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 凡是遗嘱 必须提供立遗嘱者的死亡 因为有了死亡 遗嘱才能生效 即使立遗嘱者还活着 总不得生效 因此 连先前的盟约 也得用血开创 当日 梅瑟向全民众 按法律宣读了一切诫命之后 就用朱红线和牛犊 沾上牛犊和公山羊的血和水 撒在约书和全民众身上 说 这是天主 向你们所命定的盟约的血 连账目和为敬礼用的一切器皿 他也照样撒上了血 并且按照法律 几乎一切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没有流血 就没有赦免 那么 既然连那些天上事物的模型 还必须这样洁净 而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更需要用 比这些更高贵的牺牲 因为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 人手所造 为实体模型的圣殿 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 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 为我们转求 他无需再三奉献自己 好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 进入圣殿一样 否则 从创世以来 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 可是现今 在今世的末期 只出现了一次 以自己做牺牲 除灭了罪过 就如规定 人只死一次 这以后就是审判 同样 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 为除免大众的罪过 将来 他要再次显现 与罪过无关 而是要向那些 期待他的人 施行救恩 西伯来书第十章 法律 既然只有未来美物的影子 没有那些事物的真相 所以总不能因着每年长线的同样牺牲 使那些愿意亲近天主的人得到成全 因为 如果那些行径里的人 一次而未永远洁净了 良心不再觉得有罪了 祭宪岂不就要停止吗 可是 正因这祭宪 才使人每年想起罪过来 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免罪过 为此 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 牺牲与宿迹 已非你所要 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全凡计和赎罪计 已非你所喜 于是我说 看 我已来到 关于我 书卷上已有记载 天主 我来 为成行你的旨意 前便说 前便说 祭物和宿计 全凡计和赎罪计 已非你所要 已非你所喜 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 后便他说 看 我已来到 为成行你的旨意 由此可见 他废除了那先前的 为要成立那以后的 我们就是因这旨意 借耶稣基督的身体 一次而为永远的寄宪 得到了圣化 况且 每一位司机 都是天天势力着执行敬礼 并屡次奉献 总不能除去罪恶的 同样牺牲 但是 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 以后便永远坐在天主右边 从今以后 只等待将他的仇人 便坐他脚下的踏板 因为他只借一次奉献 就永远使被圣化的人 得以成全 圣神也给我们作证 因为他说过 这是我在那些十日后 与他们定立的盟约 上主说 我要将我的法律 放在他们的心中 写在他们的名物中 这话以后又说 他们的罪过和他们的邪恶 我总不再追念 若这些罪已经设了 也就用不着赎罪的寄献了 所以 弟兄们 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 靠着耶稣的宝血 得以进入圣殿 即进入 由他给我们开创的一条 又新又活 通过账卖 及他肉身的道路 而且 我们既然又有一位 掌管天主家庭的伟大司机 我们就应在洗净心灵 脱离邪僻的良心 和用净水洗涤身体以后 怀着真诚的心 以完备的信德 去接近天主 也应该坚持 所明认的妄德 毫不动摇 因为应许的那位 是忠信的 也应该彼此关怀 激发爱德 勉励行善 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 就像一些人 所习惯行的 反而应彼此劝勉 你们见那日子越近 就越该如此 因为 如果我们认识真理之后 还故意犯背信的罪 就再没有 另一个赎罪计了 只有一种 等待审判的怕情 和事将吞灭叛逆者的烈火 谁若废弃眉色法律 只要有两三个证人 他就该死 必不得连续 那么你们想一想 那践踏了天竹子 拿自己借以成圣的蒙约的血 当作了俗物 而又轻蔓了赐恩宠的圣神的人 应当受怎样更厉害的惩罚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谁曾说过 复仇在乎我 我必要报复 又说 上主必要审判自己的百姓 落在永生的天主手中 真是可怕 请你们回想回想 先前的时日 那时你们才蒙光照 就忍受了苦难的严厉打击 一方面 你们当众受吃笑 凌辱和磨难 另一方面 你们与这样受苦的人 做了同伴 的确 你们同情了监禁的人 又欣然忍受了 你们的财物被抢掠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已获有更高贵 且长存的产业 所以 千万不要丧失 那使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 原来 你们所需要的 就是坚忍 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 而获得那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很短的一会儿 要来的那一位 就要来到 绝不迟缓 我的一人 靠信德而生活 假使他退缩 他必不会诸越我心 我们并不是那般退缩 以至丧亡的人 而是有信德 得以保全灵魂的人 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 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因这信德 先人们都曾得了包养 因这信德 我们知道普世是借天主的画形成的 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画成的 因这信德 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加音更高贵的祭品 因这信德 亚伯尔被包养为义人 因为由天主为他的贡品作证 因这信德 因这信德 他虽死了 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 应该信他存在 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 因这信德 诺厄对上尉见的事得了启示 怀着敬畏 制造了方舟 为救自己的家庭 因这信德 他定了世界的罪 且成了由信德得正义的成绩者 因这信德 亚伯尔一蒙照选 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 他出走时 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因这信德 他屡居在所应许的地域 好像是在外邦 与有同样恩许的成绩人 伊撒格和雅各伯 寄居在帐幕内 因为他期待着 那有坚固基础的城 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 因这信德 连使女撒拉 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 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 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 为此由一个人 且是由一个已禁于死的人 生了子孙 又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 又如海岸上的沙利那么不可胜数 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 没有获得所恩许的 只有远处观望 表示欢迎 明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外方人和旅客 的确 那些说这样话的人 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 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 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 其实 他们如今所可念的 实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 即天上的家乡 为此 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 不以他们为羞耻 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因着信德 亚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 献上了伊萨格 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 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 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 只有由伊萨格所生的 才称为你的后裔 他向天主也有使人 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 为此 他又把伊萨格得了回来 以作玉像 因着信德 伊萨格也关于未来的事 祝福了雅各伯和厄萨乌 因着信德 临死的雅各伯 祝福了若瑟的每一个儿子 也扶着若瑟的帐头 朝拜了天主 因着信德 临终的若瑟提及 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事 并对他自己的骨骸 有所吩咐 因着信德 梅瑟一诞生 就被他的父母隐藏了三个月 因为他们见婴孩俊美 便不怕君王的御令 因着信德 梅瑟长大以后 拒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 他宁愿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 也不愿有犯罪的暂时享受 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 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 因为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赏报 因着信德 他不害怕君王的愤怒 而离开了埃及 因为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 而坚定不移 因着信德 他举行了逾越节 行了洒血礼 免得那消灭守生者 触犯以色列子民的守生者 因着信德 他们渡过了红海 如过汉地 埃及人一尝试 就被淹没了 因着信德 耶里哥城墙 被绕行七天之后 就倒塌了 因着信德 妓女腊哈布 平安地接待了侦探 没有同抗命的人一起灭亡 此外 我还要说什么呢 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 再论述基德红 巴拉克 三松 伊福大 达卫 和撒木尔 以及众先知的事 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 执行正义 得到恩许 杜住狮子的口 熄灭烈火的威力 逃脱利剑 转弱为强 成为战争中的英雄 击溃外国的军队 有些女人 得了他们的死者复活 有些人受了酷刑拷打 不愿接受释放 为获得更好的复活 另有些人 遭受了凌辱和鞭打 甚至锁压和监禁 被石头砸死 被锯死 被拷问 被利剑杀死 披着绵羊或山羊皮 到处流浪 受贫乏 受磨难 受虐待 世界 远配不上他们 他们遂在旷野 山岭 山洞 和地穴中 漂流无定 这一切人 虽然因着信德 获得了褒扬 但是 没有获得所恩许的 因为天主 为我们早已 预备了一种 更好的事 以致若没有我们 他们绝得不到成全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所以 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正人 围绕着我们 就该卸下各种累赘 和纠缠人的罪过 以坚忍的心 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 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 和完成者 耶稣 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 轻视了凌辱 忍受了十字架 而今 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 你们要常想 他所以忍受罪人 对他这样的叛逆 是怕你们灰心丧志 你们与罪恶争斗 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竟全忘了天主劝你们 好像劝子女的话说 我儿 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 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 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 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 为接受惩戒 你们应该坚忍 因为天主对待你们 就如对待子女 哪有儿子 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 如果你们缺少众人 所供受的惩戒 你们就是私生子 而不是儿子 再者 我们肉身的父亲 惩戒我们时 我们尚且表示敬畏 何况灵性的父亲 我们不是更该服从 以得生活吗 其实 肉身的父亲 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 照他们的心意 来施行惩戒 但是天主 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为叫我们 分战他的圣善 固然各种惩戒 在当时 似乎不是乐事 而是苦事 可是 以后 却给那些 这样受训练的人 结出义德的和平果实 为此 你们应该 伸直伪弱的手 和麻木的膝 你们的脚 应履行正直的路 叫瘸子 不要偏离正道 反叫它能得痊愈 你们应设法 与众人和平相处 尽力追求圣德 若无圣德 谁也见不到主 又应该谨慎 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宠 免得有苦根子长出来 而累及你们 使许多人因此蒙受玷污 谁也不要成为淫乱和谢圣者 如扼撒乌一样 他为了一餐饭 竟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 你们知道 后来他纵然愿意承受祝福 也遭到了拒绝 虽流泪苦求 但没有得到 反悔的余地 你们原来并不是 走进了那可触摸的山 那里有烈火 浓云 黑暗 暴风 号筒的响声 以及说话的声音 当时那些听见的人 都恳求天主 不要再给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承担不起 所吩咐的事 即使是一只走兽 触摸了这山 也应用石头砸死 并且所显现的是这么可怕 连霉色也说 我很是恐慌战力 然而 你们却接近了西庸山 和永生天主的城 天上的耶路撒冷 接近了千万天使的圣会 和那些已被登陆在天上的 守生者的集会 接近了审判众人的天主 接近了已获得成全的 一人的灵魂 接近了新约的中宝耶稣 以及他所洒的血 这血比亚伯尔的血 说话说得更好 你们要谨慎 不要拒绝说话的那位 如果从前 那些拒绝听他在地上 宣布启示的人 不能逃脱惩罚 何况我们这些 背弃由天上说话的那位呢 从前 他的声音动摇了下地 如今 他却应许说 还有一次 我不但动摇下地 而且也动摇上天 这还有一次一句 是指明那些被动摇的事物 因为是受造的 必起变化 好叫那些不可动摇的事物 得以长存 为此 我们既然是蒙受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 就应该感恩 借此怀着虔诚和敬畏之情 侍奉天主 叫他喜悦 因为我们的天主 实是吞灭的烈火 帝兄相爱之情 应当长存 不可忘了款待旅客 曾有人因此 于不知不觉中 款待了天使 你们应怀念被囚禁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辈囚禁 应怀念受虐待的人 好像你们也亲身受了一样 在各方面 婚姻应受尊重 床子应是无玷污的 因为淫乱和饭间的人 天主必要裁判 待人接物 不应爱钱 对现状应知足 因为天主曾亲自说过 我绝不离开你 也绝不弃舍你 所以我们可放心大胆地说 有上主保护我 我不畏惧 人能对我怎样 你们应该纪念那些 曾给你们讲过天主的道理 做过你们领袖的人 默想他们的生死 好效仿他们的信德 耶稣基督 昨天今天直到永远 常是一样 不可因各种异端道理 而偏离正道 最好以恩宠 来兼顾自己的心 而不要以食物 那靠食物而行的人 从未得到好处 我们有一座祭坛 那些在帐幕内行径里的人 没有权利吃上面的祭物 因为那些寄生的血 由大司祭带到圣所内 当作赎罪祭 祭生的尸体 却应在营外焚烧尽了 因此 耶稣为以自己的血 圣化人民 就在城门外受了苦难 所以我们应离开荧幕 到他那里去 去分寿他的凌辱 因为我们在此 没有长存的诚意 而是寻求那将来的诚意 所以我们应借着耶稣 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祭献 就是献上我们嘴唇的家国 颂扬他的圣名 至于慈善和施舍 也不可忘记 因为这样的祭献 是天主所喜悦的 你们应信服 并听从你们的领袖 因为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 常醒悟不昧 好像要带你们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 喜欢尽此职份 而不哀怨 因为他们若有哀怨 为你们绝无好处 请为我们祈祷 因为我们确信 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 愿意在一切事上 举止完善 我还恳切劝勉你们 格外行祈祷 使我快回到你们那里 赐平安的天主 曾由死者中领出了那位 因永远蒙约的血 做群羊伟大司墓的我们的主耶稣 愿他成全你们 行各种善功 好承行他的旨意 愿天主在我们身上 借着耶稣基督 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 愿光荣归于他 至于无穷之事 阿们 弟兄们 我劝你们容纳这劝慰的话 因为我只是简略地 给你们写了这封信 你们要知道 你们的弟兄 蒂茂德 已被释放了 如果他来得快 我就同他 一起来看你们 问候你们的诸位领袖和众圣徒 意大利的弟兄们 问候你们 愿恩宠 与你们众人同在 雅各博书 雅各博书第一章 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博 祝散居的十二支派安好 我的弟兄们 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 要认为是大喜乐 因为你们应知道 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 才能生出坚忍 但这坚忍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 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 毫无缺欠 你们中谁若缺乏智慧 就该向那慷慨施恩于众人 而从不择吃的天主祈求 天主必赐给他 不过 祈求时要有信心 绝不可怀疑 因为怀疑的人 就像海里的波涛 被风吹动 翻腾不移 这样的人 不要妄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 三心两意的人 在他一切的行徒 在他一切的行径上 一变无定 贫贱的弟兄要因高声而夸耀 富有的却要因自卑而夸耀 因为他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一出来 带着热风 江草晒枯 他的花便凋谢了 他的美丽也消失了 富有的人在自己的行为上 也要这样衰落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 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 所预许的生命之关 人受诱惑 不可说我为天主所诱惑 因为天主不会为恶事所诱惑 他也不诱惑人 每个人受诱惑 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 所耳诱 然后私欲怀孕 便产生罪恶 罪恶完成之后 所以生出死亡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切不要错误 一切美好的赠予 一切完善的恩赐 都是从上 从光明之父降下来的 在他内 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 他自愿用真理之言 生了我们 为使我们成为 他所造之物中的出国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知道 每人都该泯于听教 迟于发言 迟于动怒 因为人的愤怒 并不成全天主的正义 因此 你们要脱去一切不洁 和种种恶习 而以柔顺之心 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 而能救你们灵魂的圣言 不过 你们应按这圣言来实行 不要只听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 谁若只听圣言 而不去实行 他就像一个人 对着镜子照自己生来的面貌 照完以后就离去 遂及忘却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至于那细察赐予自由的完美法律 而又保持不变 不随听随望 却实际立行的 这人 因他的作为 必是有福的 谁若自以为虔诚 却不钳制自己的唇舌 反而欺骗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 便是虚假的 在天主父前 纯正无瑕的虔诚 就是堪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 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 雅各博书第二章 我的弟兄们 你们既信仰我们已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 就不该按外貌待人 如果有一个人 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的衣服 进入你们的会堂 同时 一个衣服肮脏的穷人也进来 你们就专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 且对他说 请坐在这边好位上 而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说 坐在我的脚凳下面 这岂不是你们自己立定区别 而按偏邪的心思判断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天主不是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 使他们赋予信德 并继承他 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 可是你们 竟侮辱穷人 岂不是富贵人 仗势欺压你们 亲自拉你们上法庭吗 岂不是他们辱骂你们 被称的美名吗 的确 如果你们按照经书所说 你应当爱你的近人 如你自己的话 满了最高的法律 你们便做得对了 但若你们按外貌待人 那就是犯罪 就被法律指证为犯法者 因为谁若遵守全部法律 但只触犯了一条 就算是犯罪了 因为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 也说了不可杀人 纵然你不行奸淫 你却杀人 你仍成了犯法的人 你们要怎样按照自由的法律受审判 你们就怎样说话 行事吧 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 审判时也没有怜悯 怜悯必得胜审判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 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 假设有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 且缺少日用粮 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们说 你们平安去吧 穿得暖暖的 吃得饱饱的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 有什么益处呢 信德也是这样 若没有行为 自身便是死的 也许有人说 你有信德 我却有行为 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 我便会借我的行为 叫你看我的信德 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 你信得对 连魔鬼也信 且怕得打颤 虚伏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信德没有行为 是无用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巴郎 把他的儿子伊萨格 陷在祭坛上 不是由于行为 而成为义人的吗 你看 他的信德 是和他的行为合作 并且 这信德 这信德由于行为 才得以成全 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 亚巴郎相信了天主 因而 这事 为他便算是正义 德被称为天主的朋友 你们看 人成义 是由于行为 不仅是由于信德 接待使者 从别的路上 将他们放走的 拉哈布妓女 不也是同样 因行为 而成义的吗 正如身体 没有灵魂 是死的 同样 信德 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雅各博书 第三章 我的弟兄们 你们做教师的人 不要太多 该知道 我们做教师的 要受更严厉的审判 实在 我们众人都犯许多过失 谁若在言语上 不犯过失 他便是个完人 也必能控制全身 试看 我们把脚环 放在马嘴里 就可叫他们 顺服我们 调动他们的全身 右看 船只虽然很大 又为大风所吹动 只用小小的舵 便会随 掌舵者的意思 往前转动 同样 舌头虽然是一个 小小的肢体 却能夸大 看 小小的火 能燃着广大的树林 舌头也像是火 舌头 这不易的世界 安置在我们的肢体中 玷污全身 由地狱取出火来 燃烧生命的轮子 各类的走兽 飞禽 塔虫 水族 都可以巡浮 且已被人类巡浮了 至于舌头 却没有人能够巡浮 且是个不止息的恶物 满寒致死的毒支 我们用他赞颂上主和父 也用他诅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 赞颂与诅咒竟从同一口里发出 我的弟兄们 这事绝不该这样 泉源岂能从同一孔穴 涌出甜水和苦水来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岂能结橄榄 或者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 咸水也不能产生甜水 你们中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让他用好品行 彰显他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 若你们心里怀有恶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夸耀 不可说谎违反真理 这种智慧不是从上而来的 而是属于下地的 属于血肉的 属于魔鬼的 因为哪里有嫉妒和纷争 哪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 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 它首先是纯洁的 其次是和平的 宽忍的 柔顺的 满有人词和善果的 不偏不倚的 没有伪善的 为缔造和平的人 正义的果实乃是在和平中种植的 雅各博书第四章 你们中间的战争是从哪里来的 争端是从哪里来的 岂不是从你们肢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 若得不到 于是便要凶杀 你们嫉妒 若不能获得 于是就要争斗 起来交战 你们得不到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而不得 是因为你们求得不当 想要浪费在你们的淫乐中 淫乱的人啊 你们不知道 与世俗友好 就是与天主为仇吗 所以 谁若愿意做世俗的朋友 就成了天主的仇敌 天主已嫉妒 爱慕他在我们内所安置的神灵 或者你们以为圣经的这句话 是白说的吗 但他还赐更大的恩宠呢 为此说 天主拒绝骄傲人 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 所以你们要服从天主 对抗魔鬼 魔鬼就必逃避你们 你们要亲近天主 天主就必亲近你们 罪人们 你们勿要洁净你们的手 三心两意的人 你们勿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感到可怜 要悲哀 要哭泣 让你们的喜笑变成悲哀 欢乐变成忧愁 你们勿要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 他必要举养你们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诋毁 诋毁弟兄或判断自己弟兄的 就是诋毁法律 判断法律 若是你判断法律 你便不是守法者 而是审判者 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 就是那能拯救人 也能消灭人的天主 然而你是谁 你竟判断近人 好 现在你们说 今天或明天 我们要往这城和那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获利 其实 关于明天的事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你们原来不过是一股争气 出现片刻 以后就消失了 你们倒不如这样说 上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就可以做这事或者那事 可是现在 你们却猖狂自夸 这样的自夸都是邪恶的 所以 人若知道该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雅各博书第五章 好 你们富有的人啊 现在哭泣哀嚎吧 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 你们的财产腐烂了 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 你们的金银生了锈 这锈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 也要像火一样吞食你们的肉 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 看 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 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 这工资喊冤 收割工人的呼声 已进入了万君上主的耳中 你们在世上奢华艳乐 养肥了你们的心 等候宰杀的日子 你们定了一人的罪 杀害了他 他却没有抵抗你们 弟兄们 直到主的来临 应该忍耐 看 农夫多么忍耐 期待田地里宝贵的出产 直到获得食语和碗语 你们也该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的来临 已接近了 弟兄们 不要彼此抱怨 免得你们受审判 看 审判者已站在门前 弟兄们 应拿那些曾因上主的名 讲话的先知们 作为受苦和忍耐的模范 看 我们称那些先前坚忍的人 是有福的 约伯的坚忍 你们听见了 上主赐给他的结局 你们也看见了 因为上主是满怀怜悯和慈爱的 可是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 不可指天启示 不可指地启示 不论什么事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非就说非 免得你们招致审判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 他应该祈祷 有心安神乐的吗 他应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 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 他们该为他祈祷 因主的名给他敷游 出于信德的祈祷 必救那病人 主必使他起来 并且如果他犯了罪 也必得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告罪 彼此祈祷 未得全域 一人恳切地祈祷 大有功效 厄里亚与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 他又祈求天便降下雨来 地上也生出了果实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 而有人引他回头 该知道 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 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 并遮盖许多罪过 伯多禄前书 伯多禄前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宗徒伯多禄 智书给散居在本都 加拉达 喀帕多西亚 亚西亚和比提尼亚 做旅客的选民 你们被召选 是照天主的预定 受圣神祝圣 是为服侍耶稣基督 和分斩他宝血洗净之恩 愿恩宠和平安 丰富地赐予你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天主和父受赞美 他因自己的大原词 借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 重生了我们 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 为获得那为你们已存留在天上的 不坏 无瑕不朽的产业 因为你们 原是为天主的能力所保护 为使你们 借着信德 而获得那已准备好 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 为此 你们要欢悦 虽然如今 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 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 比经过火炼 而仍一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 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 堪受称赞 光荣和尊敬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爱慕他 虽然你们如今仍看不见他 还是相信他 并且以不可言传 和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悦 因为你们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 灵魂的救恩 关于这救恩 那些预言了你们要得恩宠的先知们 也曾经寻求过考究过 就是考究呢 在他们内的基督的圣神 预言那要淋于基督的苦难 和以后的光荣时 指的是什么时期 或怎样的光景 这一切给他们启示出来 并不是为他们自己 而是为给你们服务 这一切 如今借着给你们宣传福音的人 依赖由天上派遣来的圣神 传报给你们 对于这一切傲计 连众天使也都切忘窥探 为此 你们要束上腰 谨守心神 要清醒 要全心希望 在耶稣基督显现时 给你们带来的恩宠 要做顺命的子女 不要符合你们昔日 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 但要像那 召教你们的圣者一样 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 因为经上记载 你们应是圣的 因为我是圣的 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 而只按每人的作为 行审判者为父 就该怀着敬畏 渡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 该知道 你们不是用 能朽坏的金银等物 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 被赎出来的 而是用宝血 即无电无瑕的 高扬基督的宝血 它固然是在创世以前 就被预定了的 但在最末的时期 为了你们才出现 为使你们因着他 而相信那是他由死者中复活 并赐给他光荣的天主 这样你们的信德和妄德 都同归于天主 你们既因服从真理 而洁净了你们的心灵 获得了真实无伪的弟兄之爱 就该以赤诚的心热切相爱 因为你们远是赖天主生活 而永存的圣言 不是由于能坏的 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得以重生 因为 凡有血肉的都四草 它的一切美丽 都四草上的花 草枯萎了 花也就凋谢了 但上主的话 却永远长存 这话就是传报给你们的福音 所以你们应放弃各种邪恶 各种欺诈虚伪嫉妒和各种诽谤 应如出生的婴儿 贪求属灵性的蠢奶 为使你们靠着它生长 以致得救 何况 你们已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仪 你们接近了它 即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 但为天主所精选 所尊重的活食 你们也就成了活食 建成一座属神的殿羽 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 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忠越天主的属神的祭品 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 看 我要在西雍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 反信赖的绝不会蒙羽 所以 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 但为不信赖的人是 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并且是 一块绊脚石 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 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 这也是为他们预定了的 至于你们 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 王家的司祭 圣洁的国民 属于主的民族 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照叫你们 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 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 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 从前没有蒙受爱怜 如今却蒙受了爱怜 亲爱的 我劝你们 做侨民和做旅客的 应戒绝与灵魂作战的肉欲 在外教人中 要常保持良好的品行 好使那些 诽谤你们为作恶者的人 应见到你们的善行 而在主眷顾的日子 归光荣于天主 你们要为主的缘故 服从人力的一切制度 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 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 惩罚作恶者 奖赏行善者的总督 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 要你们行善 使那些愚蒙无知的人 闭口无言 你们要做自由的人 却不可做以自由为掩饰邪恶的人 但该做天主的仆人 要尊敬众人 有爱弟兄 敬畏天主 尊敬君王 你们做家仆的 要以完全敬畏的心 服从主人 不但对良善和温柔的 就是对残暴的 也该如此 谁若明知是天主的旨意 而忍受不义的痛苦 这才是忠悦天主的事 若你们因犯罪被打而受苦 那还有什么光荣 但若因行善而受苦 而艰辛忍耐 这才是忠悦天主的事 你们原是为此而蒙照的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 给你们留下了榜样 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 他没有犯过罪 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 他受辱骂却不还骂 他受虐待却不报复 只将自己交给那照 正义行审判的天主 他在自己的身上 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 上了木架 为叫我们死于罪恶 而活于正义 你们是因他的创伤 而获得了权欲 你们从前 犹如迷途的亡羊 如今却被领回 归依你们的灵目和监督 博多路前书第三章 同样 你们做妻子的 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 好叫那些 不信从天主化的 为了妻子无言的品行 而受感化 因为他们看见了 你们怀有敬畏的 真结品行 你们的装饰 不应是外面的发型 金饰或衣服的装束 而应是那藏于内心 寄予不朽的温柔 和宁静心神的人格 这在天主前 才是宝贵的 从前 那些仰望天主的圣父 正是这样装饰了自己 服从了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腊听从了亚巴郎 称他为主 你们如果行善 不害怕任何恐吓 你们就是他的女儿 同样 你们做丈夫的 应该凭着信仰的智慧 与妻子同居 待他们 有如较为脆弱的器皿 尊敬他们 有如与你们 共享生命恩宠的继承人 这样你们的祈祷 便不会受到阻碍 总之 你们都该同心合意 互表同情 友爱弟兄 慈悲为怀 谦逊温和 总不要以恶报恶 以骂还骂 但要祝福 因为你们 原是为继承祝福 而蒙照的 所以 凡愿意爱惜生命 和愿意想见幸福日子的 就应 谨守口舌 不说坏话 克制嘴唇 不言欺诈 躲避邪恶 努力行善 寻求和平 全心追随 因为上主的双目 垂顾正义的人 他的两耳 俯听他们的哀声 但上主的威荣 敌视作恶的人 如果你们热心行善 谁能加害你们呢 但若你们为正义而受苦 才是有福的 你们不要害怕 人们的恐吓 也不要兴乱 你们但要在心内 遵从基督为主 若有人询问你们 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 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 且要以温和 以敬畏之心答复 保持纯洁的良心 好使那些 诬告你们在基督内 有良好品行的人 在他们诽谤你们的事上 感到羞愧 若天主的旨意 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 自然比作恶而受苦更好 因为基督 也曾一次为罪而死 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 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 就肉身说 他固然被处死了 但就神魂说 他却复活了 他借着神魂 曾去给那些 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 这些灵魂 从前在诺厄 建造方舟的时日 天主耐心期待之时 原是不幸的人 当时赖方舟 经过水而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生灵 这水所预表的圣喜 如今 爱耶稣基督的复活 拯救了你们 并不是滴出肉体的污秽 而是向天主 要求一纯洁的良心 至于耶稣基督 他生了天 坐在天主的右边 众天使 掌权者和异能者 都屈服在他权下 伯多路前书 第四章 基督既然在肉身上受了苦难 你们就应该具备同样的见识 身性凡在肉身上受苦的 便与罪恶断绝了关系 今后不再顺从人性的情欲 而只随从天主的意愿 在肉身内肚脐鱼的时日 过去的时候 你们实行外教人的欲望 生活在放荡 情欲 酗酒 宴乐 狂饮 和违法的偶像崇拜中 这已经够了 由于你们不再同他们 狂奔于淫荡的洪流中 他们便引以为怪 遂诽谤你们 但他们要向那 以准备审判生死者的主交账 也正是为此 给死者宣讲了这福音 他们虽然肉身方面 如同人一样受了惩罚 可是神魂方面 却同天主一起生活 万事的结局已临近了 所以你们应该慎重 应该醒悟祈祷 最重要的是 你们应该彼此热切相爱 因为爱德遮盖许多罪过 要彼此款待 而不出怨言 各人应依照自己所领受的神恩 彼此服事 擅作天主各种恩宠的管理员 谁若讲道 就该按天主的话讲 谁若服事 就该本着天主所赐的德能服事 好叫天主在一切事上 因耶稣基督而受到光荣 愿光荣和全能 归于他 至于无穷之事 阿们 亲爱的 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 有事态你们的烈火而惊异 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 反而要喜欢 因为分受了基督的苦难 这样好使你们在他光荣显现的时候 也能欢喜踊跃 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 受人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光荣的神 及天主的神 就安息在你们身上 唯愿你们中 谁也不要因做凶手 或强盗 或坏人 或做煽乱的人而受苦 但若因为是基督徒而受苦 就不该以此为耻 反而为这名称光荣天主 因为时候已经到了 审判必从天主的家开始 如果先从我们开始 那些不幸从天主福音者的结局 又将怎样呢 如果义人还难以得救 那么恶人和罪人 要有什么结果呢 故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此 你们该屈服在天主大能的手下 这样在适当的时候 他必举养你们 将你们的一切挂虑都托给他 因为他必关照你们 你们要节制 要醒悟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咆哮的狮子寻游 寻找可吞食的人 因以坚固的性德抵抗他 也该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都遭受同样的苦痛 那赐万恩的天主 即在基督内照叫你们 进入他永远光荣的天主 在你们受少许苦痛之后 必要亲自使你们更为成全 坚定 强健 稳固 愿光荣与全能归于他 至于无穷之事 阿们 我借忠信的弟兄 希尔瓦诺 给你们写了这封我认为简短的书信 为劝勉你们 并为证明这实在是天主的恩宠 在这恩宠上 你们应该站稳 与你们一同备选的巴比伦教会 问候你们 我儿 马尔谷也问候你们 你们要以爱的亲吻彼此问候 愿平安与在基督内的你们众人同在 伯多录后书 伯多录后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 西满伯多录 只书给那些 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的正义 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 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 丰富地赐予你们 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 照叫我们的基督 基督天主信的大能 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 赏给了我们 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 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 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 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 能成为有份于天主信体的人 正为了这个缘故 你们要全力奋勉 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 在毅力上加知识 在知识上加节制 在节制上加忍耐 在忍耐上加前进 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 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 实在 这些德行如果存在你们内 且不断增添 你们绝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成为不工作 不结果实的人 因为那没有这些德行的 便是瞎子 是尽是眼 忘却了他从前的罪恶 已被清除 为此 弟兄们 你们更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的蒙照和备选 赖善行而坚定不移 倘若你们这样做 绝不会跌倒 的确 这样你们便更有把握 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为此 纵然你们已知道这些事 以坚定在所怀有的真理之上 我还是要常提醒你们 我以为 只要我还在这账目内 就有义务 以劝言来鼓励你们 我知道 我的账目快要拆卸了 一如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指示给我的 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也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将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 宣告给你们 并不是一句虚构的荒诞故事 而是因为 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他实在由天主 接受了尊敬和光荣 因那时曾有这样的声音 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 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来自天上的声音 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上的时候 亲自听见的 因此我们认定先知的话更为确实 对这话你们当十分留神 就如留神在暗中发光的灯 直到天亮 沉心在你们的心中升起的时候 最主要的 你们应知道经上的一切预言 绝不应随私人的解释 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 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 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 从前连在选民中也有过假先知 同样 将来在你们中也要出现假教师 他们要倡导使人丧亡的异端 连救赎他们的主也都敢否认 这是自取迅速的丧亡 有许多人将要随从他们的放荡 甚至真理之道 也要因他们而受到诽谤 他们应贪令成性 要以花言巧语 在你们身上淫历 可是他们的案件 自古以来就未安闲 他们的丧亡也绝不烧息 天主既然没有宽勉犯罪的天使 把他们投入了地狱 囚在幽暗的深坑 拘留到审判之时 既然没有宽勉古时的世界 曾引来洪水 淹灭了恶人的世界 只保存了宣讲正义的 诺恶一家八口 又降伐了索多玛和哈摩腊城 使之化为灰烬 致于毁灭 一座后世作恶者的见戒 只救出了那 因不法之徒的放荡生活 而悲伤的义人罗特 因为这一人住在他们中 他正直的灵魂 天天因所见所闻的 不法行为感到苦恼 那么上主自然也知道 拯救虔诚的人脱离磨难 而存留不义的人 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处罚 尤其是存留那些随从肉欲 而生活在污秽情欲中的人 以及那些轻视主权者的人 他们都是些胆大骄傲的人 竟不怕亵渎众尊荣者 就是连力量德能 大于他们的天使 也不敢在上主面前 以侮辱的言辞 对他们下判决 然而这些人实在如 无理性的牲畜 生来就是为受捉拿 受宰杀 凡他们不明白的事 就要亵渎 他们必要如牲畜一样丧亡 受他们不义的报应 他们只以一日的享受为快乐 实是些污秽肮脏的人 当他们同你们厌乐时 纵情于迎乐 他们满眼邪色 犯罪不厌 勾引意志薄弱的人 他们的心习惯了贪令 真是些应受咒骂的人 他们离弃正道 走入了歧途 随从了贝尔尔的儿子 巴郎的道路 他曾贪爱过不义的仇报 可是也受了他作恶的责罚 一个不会说话的牲口 竟用人的声音说了话 制止了这先知的妄为 他们像无水的泉源 又像围狂风所飘扬的云雾 为他们所存留的是黑暗的幽民 因为他们好讲虚伪的大话 用肉欲的放荡为耳 勾引那些刚才摆脱 错谬生活的人 应许他们自由 自己却是败坏的奴隶 因为人被谁制胜 就是谁的奴隶 如果他们因认识主 和救世者耶稣基督 而摆脱世俗的污秽以后 再为这些事所缠绕而打败 他们幕后的处境 就必比以前的更为恶劣 因为不认识正义之道 比认识后 而又背弃呢 传授给他们的圣诫命 为他们道好得多 在他们身上 正应验了这句恰当的俗语 狗呕吐的 他又回来再吃 又 母猪洗尽了 又到乌泥里打滚 博多路后书第三章 亲爱的诸位 这也是我给你们写的第二封信 在这两封信中 我都用提醒的话 来鼓励你们应有赤诚的心 叫你们想起圣仙之们 以前说过的话 以及你们的宗徒们 传授的主和救世者的诫命 首先 你们该知道 在末日 要出现一些爱嘲笑戏弄 按照自己的私欲生活的人 他们说 哪里有他所应许的来临 因为自从我们的父老 长年以来 一切照旧存在 全如创造之初一样 他们故意忘记了 在太苦之时 因天主的话就有了天 也有了由水中出现 并在水中而存在的地 又因天主的话和水 当时的世界 为水所淹没而消灭了 甚至连现有的天地 还是因天主的话得以保存 直存到审判 及恶人丧亡的日子 被火焚烧 亲爱的诸位 唯有这一件事 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在天主前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绝不迟言 他的应许 犹如某些人所想象的 其实是他对你们寒忍 不愿任何人丧亡 只愿众人回心转意 可是主的日子 必要如盗贼一样来到 在那一日 天要轰然过去 所有的原制 都要因烈火而融化 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 也都要被焚毁 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消失 那么你们应该怎样 以圣洁和前进的态度生活 以等候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 在这日子上 天要为火所焚毁 所有的原制 也要因烈火而融化 可是 我们却按照他的应许 等候正义常住在其中的 新天新地 为此 亲爱的诸位 你们既然等候这一切 就应该勉励 使他见到你们 没有玷污 没有瑕疵 安然无惧 并应以我们主的容忍 当作得救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弟兄宝露 本着赐予他的智慧 曾给你们写过的 也正如他在谈论这些事实 在一切书信内所写过的 在这些书信内 有些难懂的地方 不学无术和站立不稳的人 便加以曲解 一如曲解其他经典一样 而自屈丧亡 所以 亲爱的诸位 你们既预先知道了这些事 就应该提防 免得为不法之徒的错谬所诱惑 而由自己的坚固立场跌下来 你们却要在恩宠 及认识我们的主 和救世者耶稣基督上 渐渐增长 愿光荣归于他 从如今直到永远之日 阿们 若望一书 若望一书第一章 论到那从起初 就有的生命的圣言 就是我们听见过 我们亲眼看见过 瞻仰过 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 这生命已显示出来 我们看见了 也为它作证 且把这原与父同在 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 传报给你们 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 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 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 耶稣基督相通的 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 是为叫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我们由他所听见 而传报给你们的 就是这个信息 天主是光 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 如果我们说 我们与他相通 但仍在黑暗中行走 我们就是说谎 不履行真理 但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 如同他在光中一样 我们就彼此相通 他圣子耶稣的血 就会洗净我们的各种罪过 如果我们说 我们没有罪过 就是欺骗自己 真理也不在我们内 但若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 天主既是忠信正义的 必赦免我们的罪过 并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 如果我们说 我们没有犯过罪 我们就是拿他当说谎者 他的话就不在我们内 若望一书第二章 我的孩子们 我给你们写这些事 是为叫你们不犯罪 但是 谁若犯了罪 我们在父那里 有正义的耶稣基督 作护卫者 他自己就是赎罪计 赎我们的罪过 不但属我们的 而且也属全世界的罪过 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由此便知道 我们认识他 那说我认识他 而不遵守他命令的是 撒谎的人 在他内没有真理 但是 谁若遵守他的话 天主的爱 在他内才得以圆满 由此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在他内 那说自己住在他内的 就应当照那一位 所行的去行 可爱的诸位 我给你们写的 不是一条新命令 而是你们从起初 领受的旧命令 这旧命令 就是你们所听的道理 另一方面说 我给你们写的 也是一条新命令 就是在他和你们身上 成为事实的 因为黑暗正在消逝 真光已在照耀 谁说自己在光中 而恼恨自己的弟兄 他至今仍是在黑暗中 凡爱自己弟兄的 就是存留在光中 对于他就没有任何绊脚石 但是 恼恨自己弟兄的 就是在黑暗中 且在黑暗中行走 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弄下了他的眼睛 孩子们 我给你们写说 因他的名字 你们的罪 已获得赦免 父老们 我给你们写说 你们已认识了 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 青年们 我给你们写说 你们已得胜了那恶者 小孩子们 我给你们写过 你们已认识了父 父老们 我给你们写过 你们已认识了 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 青年们 我给你们写过 你们是强壮的 天主的话 存留在你们内 你们也得胜了那恶者 你们不要爱世界 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 谁若爱世界 天父的爱 就不在他内 原来世界上的一切 肉身的贪欲 眼目的贪欲 以及人生的交涉 都不是出于父 而是出于世界 这世界和他的贪欲 都要过去 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 却永远存在 小孩子们 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 就如你们听说过 假基督要来 如今 已经出了许多假基督 由此我们就知道 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 他们是出于我们中的 但不是属于我们的 因为 如果是属于我们的 必存留在我们中 但这是为显示 他们都不是属于我们 至于你们 你们由圣者 领受了富有 并且你们都晓得 我给你们写信 不是你们不明白真理 而是因为你们明白真理 并明白各种谎言 不是出于真理 谁是撒谎的呢 岂不是那否认 耶稣为墨西亚的吗 那否认父和子的 这人便是假基督 凡否认子的 也否认父 那明认子的 也有父 至于你们 应把从起初 所听见的 存留在你们内 如果你们 从起初 所听见的 存留在你们内 你们必存留在 子和父内 这就是 他给我们 所预许的恩惠 即永远的生命 这些就是 我关于迷惑你们的人 给你们所写的 至于你们 你们由他 所领受的富有 常存在你们内 你们就不需要 谁教训你们 而是有他的富有 教训你们一切 这富有 是真实的 绝不虚假 所以这富有 怎样教训你们 你们就怎样 存留在他内 现在 孩子们 你们常存在他内吧 为的是 当他显现时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 在他来临时 不至于 在他面前蒙羞 你们既然知道 他是正义的 就该知道 凡女性正义的 都是由他而生的 请看父赐给我们 何等的爱情 使我们得称为 天主的子女 而且我们也真是如此 世界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不认识父 可爱的诸位 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 但我们将来如何 还没有显明 可是我们知道 一显明了 我们必要相似他 因为我们要看见他 实在怎样 所以 凡对他怀着这希望的 必圣洁自己 就如那一位 是圣洁的一样 凡是犯罪的 也就是做违法的事 因为罪过就是违法 你们也知道 那一位曾显示出来 是为除免罪过 在他身上并没有罪过 凡存在他内的 就不犯罪过 凡犯罪过的 是没有看见过他 也没有认识过他 孩子们 万不要让人迷惑你们 那行正义的 就是正义的人 正如那一位 是正义的一样 那犯罪的是属于魔鬼 因为魔鬼 从起初就犯罪 天主子 所以显现出来 是为消灭魔鬼的作为 凡有天主生的 就不犯罪过 因为天主的种子 存留在他内 他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天主生的 天主的子女 和魔鬼的子女 在这世上 可以认出 就是 凡不行正义的 和不爱自己弟兄的 就不是出于天主 原来你们 原来你们从起初 所听的训令就是 我们应彼此相爱 不可像那属于恶者 和杀害自己兄弟的家音 家音究竟为什么杀了他 因为他自己的行为 是邪恶的 而他兄弟的行为 是正义的 弟兄们 如果世界 恼恨你们 不必惊奇 我们知道 我们已出死入生了 因为我们爱弟兄们 那不爱的 就存在死亡内 凡恼恨自己弟兄的 便是杀人的 你们也知道 凡杀人的 便没有永远的生命 存在他内 我们所以认识了爱 因为那一位 为我们舍弃了 自己的生命 我们也应当 为弟兄们舍弃生命 谁若有金式的财物 看见自己的弟兄有疾难 却对他关闭自己 怜悯的心肠 天主的爱 怎能存在他内 孩子们 我们爱 不可只用言语 也不可只用口舌 而要用行动和事实 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认出 我们是出于真理的 并且在他面前 可以安心 纵然我们的心 责备我们 我们还可以安心 因为天主 逼我们的心大 他原知道一切 可爱的诸位 假使我们的心 不责备我们 在天主前 便可放心大胆 那么我们无论求什么 必由他获得 因为我们遵守了 他的命令 行了他所喜悦的事 他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 信他的子 耶稣基督的名字 并按照 他给我们 所出的命令 彼此相爱 那遵守他命令的 就住在他内 天主 也住在这人内 我们所以知道 他住在我们内 是借他赐给我们的圣神 若望一书 第四章 可爱的诸位 不要凡神就信 但要考验那些神 是否出于天主 因为有许多假先知 来到了世界上 你们凭此 可认出天主的神 凡名认耶稣为墨西亚 且在肉身内 降世的神 便是出于天主 凡否认耶稣的神 就不是出于天主 而是属于假基督的 你们已听说过 他要来 现今 他已在世界上了 孩子们 你们出于天主 且已得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内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们属于世界 因此讲论属于世界的事 而世界就听从他们 我们 我们却是出于天主的 那认识天主的 必听从我们 那不出于天主的 便不听从我们 由此我们可以认出 真理的神 和欺诈的神来 可爱的诸位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出于天主 凡有爱的 都是生于天主 也认识天主 那不爱的 也不认识天主 因为天主是爱 天主对我们的爱 在这世上已显出来 就是天主 把自己的独生子 打发到世界上来 好使我们借着他 得到生命 爱就在于此 不是我们爱了天主 而是他爱了我们 且打发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做赎罪计 可爱的诸位 既然天主 这样爱了我们 我们也应该 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 瞻仰过天主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 他的爱在我们内 才是圆满的 我们所以知道 我们存留在他内 他存留在我们内 就是由于 他赐给了我们的圣神 至于我们 我们却曾瞻仰过 并且作证 父打发了子来 做世界的救主 谁若明认 耶稣是天主子 天主就存在他内 他也存在天主内 我们认识了 且相信了天主 对我们所怀的爱 天主是爱 那存留在爱内的 就存留在天主内 天主也存留在他内 我们内的爱 得以圆满 即在于此 就是我们可在 审判的日子 放心大胆 因为那一位怎样 我们在这世界上 也怎样 在爱内没有恐惧 反之 圆满的爱 把恐惧驱逐于外 因为恐惧内含着惩罚 那恐惧的 在爱内还没有圆满 我们应该爱 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 假使有人说 我爱天主 但他却恼恨自己的弟兄 便是撒谎的 因为那不爱自己 所看见的弟兄的 就不能爱自己 所看不见的天主 我们从他蒙受了这命令 那爱天主的 也该爱自己的弟兄 若望一书第五章 凡信耶稣为墨西亚的 是由天主所生的 凡爱生他之父的 也必爱那由他所生的 几时我们爱天主 又遵行他的诫命 由此知道 我们真爱天主的子女 原来爱天主 就是遵行他的诫命 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 因为凡是由天主所生的 必得胜世界 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 就是我们的信德 谁是得胜世界的呢 不是那信耶稣 为天主子的人吗 这位就是经过水 及血而来的耶稣基督 他不但以水 而且也是以水及血而来的 并且由圣神作证 因为圣神是真理 原来作证的有三个 就是圣神 水及血 而这三个是一致的 人的证据 我们既然接受 但天主的证据更大 因为天主的证据 就是他为自己的子做证 那信天主子的 在自己内就怀有这证据 那不信天主的 就是以天主为撒谎者 因为他不信天主 为自己的子所做的证 这证据就是天主 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而这生命是在自己的子内 那有子的就有生命 那没有天主子的就没有生命 我给你们这些信天主子 名字的人写了这些事 是为教你们知道 你们已获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对天主所怀的 一世之心就是 如果我们按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必俯听我们 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不拘向他祈求什么 他会俯听我们 我们也知道 向他所祈求的必要得到 谁若看见自己的弟兄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应当祈求 天主必赏赐他生命 这是为那些 犯不至于死的罪人而说的 然而有的罪 却是至于死的罪 为这样的罪 我不说要人祈求 任何的不义都是罪过 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过 我们知道 凡有天主生的 就不犯罪过 而且有天主生的那一位 必保全他 那恶者不能侵犯他 我们知道 我们属于天主 而全世界 却屈服于恶者 我们也知道 天主子来了 赐给了我们理智 叫我们认识那真实者 我们确实是在那真实者内 即在他的子 耶稣基督内 他即是真实的天主 和永远的生命 孩子们 你们要谨慎 远避偶像 若望二叔 我长老 致书给蒙选的主母 和他的子女 就是我在真理内所爱的 不但我一个人 而且也是所有认识真理的人 所爱的 这爱的因由 就是那存在我们内 并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真理 愿恩宠 仁爱 与平安 由天主父 即天父之子 耶稣基督 在真理与爱情内 与我们同在 我很喜欢 因为我遇见了 你的一些子女 照我们由天父 所领受的命令 在真理内生活 主母 我现在请求你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这不是我 写给你的一条新命令 而是我们 从起初就有的命令 我们按照 他的命令生活 这就是爱 你们应在爱中生活 这就是那命令 正如你们从起初听过的 的确 有许多迷惑人的 来到了世界上 他们不承认 耶稣基督 是在肉身内降世的 这样的人 就是迷惑人的 就是假基督 你们要谨慎 不要丧失 你们劳苦 所得的 反要领受 圆满的赏报 凡是月归 而不存在 基督道理内的 就没有天主 那存在 这道理内的 这人有父 也有子 若有人 来到你们中 不带着 这个道理 你们不要 接他到家中 也不要 向他请安 因为谁 若向他请安 就是有份于 他的邪恶工作 虽然我还有许多事 要写给你们 但我不愿意 用纸用墨 只希望到你们那里去 亲口面谈 好使我们的喜乐 圆满无缺 你那盟选的 姊妹的子女 问候你 若望三叔 我长老 置书给可爱的家约 就是我在真理内 所爱的 亲爱的 祝你诸事顺利 并祝你健康 就如你的灵魂 常顺利一样 有些弟兄来 证明你在真理内 就是说 你怎样在真理内生活 我很高兴 我听说 我的孩子们 在真理内生活 我没有比这 再大的喜乐了 亲爱的 烦你对弟兄 尤其对旅客所行的 都是真信徒的行为 他们在教会前 证明了你的爱德 你若以相称天主的态度 帮助他们走上旅途 就是做了善事 因为他们出发 是为主的名字 并没有从外教人 接受什么 所以 我们应当 款待这样的人 为教我们成为 与真理合作的人 我给教会写过信 但是那在他们中间 爱作首领的 敌约勒匪 却不承认我们 为此 我若来到 必要指摘 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 恶言恶语 诽谤我们的事 但这 为他还不够 他自己 不款待弟兄们 连那愿意款待的 他也加以阻止 甚而将他们逐出教会 亲爱的 你不要效法恶 但要效法善 那行善的是出于天主 那做恶的是 没有见过天主 众人和真理本身 都给德莫特留作证 我们自己也给他作证 而你也知道 我们所做的证 是真实的 我本来有许多事 要写给你 但是我不愿意 以笔墨给你写 只希望快见到你 我们好亲口面谈 祝你平安 朋友都问候你 请你也一一问候 各位朋友 由达书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伯的兄弟 尤达 志书给在天主腹内蒙爱 为耶稣基督而保存的蒙照者 愿仁慈 平安 爱情 丰富地赐予你们 亲爱的 我早已切忘给你们写信 讨论我们共享的救恩 但现在 不得不给你们写信 劝勉你们 应奋斗 维护从前 一次而永远传与圣徒的信仰 因为有些早已被注定 要受审判的人 潜入你们中间 他们是邪恶的人 竟把我们天主的恩宠 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 和主耶稣基督 虽然你们一次而永远知道这一切 但我仍愿提醒你们 主固然由埃及地救出了百姓 随后却把那些不信的人消灭了 至于那些没有保持自己尊位 而离弃自己居所的天使 主也用永远的锁链 把他们拘留在幽暗中 以等候那伟大日子的审判 同样 索多玛和哈摩拉及其附近的城市 因为也和他们一样 自以行淫 随从逆性的肉欲 至今受着勇火的刑罚 作为见解 可是这些做梦的人 照样玷污肉身 拒绝主权者 亵渎众尊荣者 当总领天使弥娥尔 为了霉色的尸体和魔鬼激烈争辩时 尚且不敢以侮辱的言辞下判决 而只说 愿主斥则底 这些人却不然 凡他们所不明白的事就亵渎 而他们按本性所体验的事 却像无理性的畜生一样 就在这些事上败坏自己 这些人是诱惑的 因为他们走了佳音的路 为图利而自陷于巴郎的错误 并因科拉黑一样的叛逆 而自取灭亡 这些人是你们爱印上的污点 他们同人艳乐 毫无怜耻 只顾自肥 他们像无水的浮云 随风飘荡 又像晚秋不结果时 死了又死该连根拔出来的树木 像海里的怒涛 四下飞溅他们无耻的白布 又像出轨的行星 为他们所存留的 乃是直到永远的黑暗的幽明 针对这些人 亚当后第七代圣祖哈诺克也曾预言说 看 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将来 要审判众人 指正一切恶人所行的一切恶事 和邪辟的人所说的一切 云读他的言语 这些人好出怨言 不满命运 按照自己的私欲行事 他们的口号说大话 为了利益而奉承他人 但是你们 亲爱的 你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宗徒 所预言过的话 他们曾向你们说过 到末期 必有一些好嘲弄人的人 按照他们个人邪恶的私欲行事 这就是那些好分党分派 属于血肉 没有圣神的人 可是你们 亲爱的 你们要把自己 建筑在你们至圣的信德上 在圣神内祈祷 这样 保存你们自己 藏在天主的爱内 期望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慈 入于永生 对那些怀疑不信的人 你们要说服 对另一些人 你们要拯救 把他们从火里拉出来 但对另一些人 你们固然要怜悯 可是应存借据的心 甚至连他们肉身 所玷污了的内衣 也要憎恶 愿那能保护你们不失足 并能叫你们无暇地 在欢乐中 立在他光荣面前的 唯一的天主 我们的救主 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获享光荣 尊威 主权和能力 于万事之前 现在 至于无穷之事 阿们 若望默示录 若望默示录 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天主赐给他 叫他把那些 必须快要发生的事 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 他遂打发天使 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 若望便为天主的话 和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 即对他所见到的一切 做了证 那诵读和那些 听了这预言 而又遵行书中所记载的 是有福的 因为时期已临近了 若望制书给亚西亚的 七个教会 愿恩宠与平安 由那今在 西在 及将来永在者 由在他宝座前的七神 并由那原为忠实的见证 死者中的守生者 和地上万王的元首 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愿光荣与全能 归于那爱我们 并以自己的血 解救我们 脱离我们的罪过 使我们成为国度 成为侍奉他的天主 和父的司机的那位 直到万世万代 阿们 看 他乘着云彩将来 众目都要瞻望他 连那些刺透了他的人 也要瞻望他 地上的各种族 都要哀悼他 的确这样 阿们 我是阿尔法 和敖沃家 那今在 西在 即将来永在的全能者 上主天主 这样说 我若望 你们的弟兄 并在耶稣内 与你们共患难 同王权和同忍耐地 为天主的话 并为给耶稣作证 曾到了一座 名叫帕特摩的海岛上 在一个主日上 我在神魂超巴中 听见在我背后 有一个大声音 好似号角的声音 说 将你所听见的 写在书上 送到 厄弗所 斯米纳 培尔加摩 提亚提拉 萨尔德 菲拉德菲亚和 劳迪克亚 七个教会 我就转过身来 要看看那 同我说话的声音 我一转身 就看见了 七盏金灯台 在灯台当中 有四人子的一位 身穿长衣 胸间配有金带 他的头和头发 耗白 有如洁白的羊毛 又如同雪 他的眼睛 有如火焰 他的脚 相似在烈药中 烧炼的光铜 他的声音 有如大水的响声 他的右手 持有七颗星 从他的口中 发出一把 双刃的利剑 他的面容 有如发光正烈的太阳 我一看见他 就跌倒在他脚前 有如死人 他虽把右手 按在我身上说 不要害怕 我是原始 我是终末 我是生活的 我曾死过 可是 看 我如今却活着 一直到万事万代 我持有死亡 和阴府的钥匙 所以 你应把你看见的事 现今的 以及这些事 以后要发生的事 都写下来 至于你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颗星 和七盏金灯台的奥义 就是 七颗星 是指七个教会的天使 七盏灯台 是指七个教会 若望默示录第二章 你给厄福所教会的天使 那右手握着七颗星 而在那七盏金灯台当中 行走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你的苦劳和你的奸忍 也知道你不能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并且你也曾查验出 那些自称为宗徒 而实非宗徒的人 发现他们是撒谎的人 也知道你有奸忍 也知道你有坚韧 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 而毫不厌倦 可是 我有反对你的一条 就是你抛弃了你起初的爱德 所以 你该回想 你是从哪里跌下的 你该悔改 行先前所行的事 若你不悔改 我就要临于你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 不过 你有一条 就是你恼恨了 尼克老党人的行为 这 也是我所恼恨的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胜利的 我要把天主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实 赐给他吃 你给斯米纳教会的天使血 那身为原始和终末 曾死过而复生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 其实你是富足的 也知道 你由那些自称为 犹太人的人 受的诽谤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而是撒旦的贵重 不要怕你要受的苦 看 魔鬼要把你们中的一些人 投在尖里 叫你们受试探 你们要遭受困难 十天之久 你应当忠信至死 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关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胜利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 你给培尔加摩教会的天使血 那持有双刃 利剑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 在那里有撒旦的宝座 当我忠信地见证 安提帕在你们中间 即在撒旦居住的地方被杀的时日 你仍坚持了我的名字 从未否认对我的信仰 可是 我有反对你的几条 就是 在你们那里 你容忍了一些坚持巴郎教训的人 巴郎曾教巴拉克 在以色列子民前安放了绊脚石 叫他们吃鸡肉 行邪淫 同样 你也容忍了一些坚持尼克劳党人教训的人 所以 你应当悔改 不然 我就要迅速淋于你 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 胜利的 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纳 也要赐给他一块刻有新名号的白石 除领寿的人外 谁也不认得这名号 你给提亚提拉教会的天使写 那位眼睛有如火焰 双脚有如光铜的天主子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你的爱德 信德 服务和坚忍 也知道你末后的作为 比先前的更多 可是 我有反对你的一条 就是你曾容许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 伊泽贝尔 教训我的仆人 并引诱他们行邪淫 吃鸡肉 我原给了他悔改的时间 可是 他不肯悔改自己的淫行 看 我要把他投在病床上 并且把那些与他行邪淫的人 若他们对他的恶行不予以悔改 也投到重大的困苦中 并将他的子女置于死地 这样 各教会都知道 我是洞察人心和肺腑的主 并且 我要按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每一个人 质疑你们其余的提亚提纳人 凡不随从这种教训 不认识那所谓撒旦奥义的人 我对你们说 我不再把别的重担 加在你们身上 可是你们应该坚持已有的 直到我来 胜利的 并且到最末 坚守我事业的人 我必赐给他 治理万民的权柄 他将用铁杖管辖他们 有如打碎瓦器 正如我由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还要赐给他那颗沉星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若望默示录第三章 你给撒尔德教会的天使写 那持有天主的七神和七颗星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也知道你有生活之名 其实你是死的 你该警醒 兼顾其余将要死的人 因为我没有发现你的作为 在我天主面前是齐全的 所以 你应回想 当初你是怎样接受的 是怎样听了天主的道 你该遵守 又该悔改 假如你不警醒 我必要像盗贼一样来临 你也不知道 我何时临于你 可是 在撒尔德 你还有几个 没有玷污自己的衣服 他们必要穿上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当得起 胜利的 必要这样穿上白衣 我绝不将他的名字 从生命策上抹去 反之 我要在我父面前 在他的天使面前 承认他的名字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你给菲拉德 非亚教会的天使写 那圣洁而真实的 长有达卫钥匙的 开了无人能关 关了无人能开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看 我在你面前 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 谁也不能关闭它 我知道你能力虽小 却遵守了我的话 没有否认我的名字 看 我要从撒旦的贵重 及从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 其实不是 而只是撒谎的人 把一些人交给你 看 我要使他们前来 俯伏在你脚前 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 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 我也要在试探期中保存你 这时期将要临于全世界 为试探世界上的居民 我快要来 你应坚持你所有的 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 胜利的 我要使它成为我天主殿羽的柱子 绝不再让它到外面去 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 和从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的 我天主的诚意 及新耶路撒冷的名号 以及我的新名号 写在他身上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你给劳迪克亚教会的天使写 那做阿门 做忠信而真实见证的 做天主创造万物根源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但是 你既然是温的 也不冷 也不热 我必要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你说 我是富有的 我发了财 什么也不缺少 殊不知你是不幸的 可怜的 贫穷的 瞎眼的 赤身裸体的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要向我买 用火炼好的黄金 为使你富有 也买件白蚁穿上 为不显露你裸体的羞耻 又买点眼药 抹在你的眼上 为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人 我要谴责他 管教他 所以你应当发愤热心 痛悔改过 看 我立在门口敲门 谁若听见我的声音 而给我开门 我要进到他那里 同他作息 他也要同我一起作息 胜利的 我要吃他同我坐在我的宝座上 就如果得胜了 同我的父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有耳朵的 您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若望默示录 第四章 这些事以后 我看见天上有一个门开了 并且有我初次听见 那同我说话相似号角的声音 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指示给你 这些事以后必须要发生的事 我立刻神魂超拔了 看 在天上安置了一个宝座 有一位坐在那宝座上的 那位坐着的 看来好似水仓玉和红玛瑙 围绕宝座的红泥 看来好似翡翠 宝座周围还有二十四个宝座 宝座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戴金冠 有闪电 响声和雷霆 从那宝座发出来 在宝座前还燃着七个火炬 那就是天主的七神 宝座前面 有如玻璃海 仿佛水晶 在宝座每一面当中 在宝座周围 有四个活物 前后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活物像牛犊 第三个活物面貌像人 第四个活物像飞鹰 那四个活物各个都有六个翅膀 周围内外都满了眼睛 日夜不停地说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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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 全能的天主 是昔在 今在 即将来永在者 每逢那些活物将光荣 尊威和送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 万世万代的永生者时 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于宝座的那位前 朝拜那万世万代的永生者 且把他们的荣官投在宝座前说 上主 我们的天主 你是堪受光荣 尊威和全能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万物都是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 若望默示录 第五章 我看见在那坐于宝座者的右手上 有一书卷 内外都写着字 用七个印密封着 我又看见一位强有力的天使 大声宣布说 谁当得起展开这书卷 开启他的印呢 但是 不论在天上 地上 或地下 没有一个能展开那书卷的 没有能阅读他的 我就大哭起来 因为没有找着一位 当得起展开那书卷 和阅读他的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 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达卫的苗艺已得了圣地 他能展开那书卷和那七个印 我就看见 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中间 并在长老们中间 站着一只羔羊 好像被宰杀过的 他有七个角和七只眼 那眼睛就是被派往全地的 天主的七神 他于是前来 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右手中 接了那书卷 当他接纳书卷的时候 那四个活物和那二十四位长老 都俯复在羔羊前 各拿着贤秦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 这香料即是众圣徒的祈祷 并唱新歌说 唯有你当得起 接受那书卷和开启它的印 因为你曾被宰杀 曾用你的血 从各支派 各异语 各民族 各邦国中 把人赎来归于天主 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司机 侍奉我们的天主 他们必要为王 统治世界 我又看见 且听见在宝座 活物和长老的四周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树木千千万万 大声喊说 被宰下的高阳 看向全能 富裕 智慧 勇意 尊贵 光荣 和赞颂 此后 我又听见一切受造物 及天上 地上 地下 和海中的万物都说 被赞颂 尊贵 光荣 和权力 归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 和高阳 至于无穷之事 那四个活物就答说 阿雷 长老们 最赴 佛 潮拜 以后我看见 当高阳开启七个印中第一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四个活物中第一个 如打雷的响声说 来 来 我就看见 有一匹白马出现 骑马的持着弓 并给了他一顶冠冕 他向胜利者出发 必百战百胜 当高阳 当高阳开启第二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来 就出来了另一匹马 是红色的 骑马的得到从地上除去和平的权柄 为使人彼此残杀 于是给了他一把大刀 当高阳开启第三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来 我就看见 出来了一匹黑马 骑马的手中拿着天秤 我听见在那四个活物当中 仿佛有声音说 麦子一声 值一得纳 大麦三声 也值一得纳 只不可糟蹋了油和酒 当高阳开启第四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 我就看见 出来了一匹青马 骑马的名叫死亡 阴间也跟着他 并给了他们统治世界四分之一的权柄 跑借刀剑 饥荒 瘟疫 并借地上的野兽 去执行杀戮 当高阳开启第五个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下面 那些曾为了天主的话 并为了他们所持守的证言 而被宰杀 而被宰杀者的灵魂 大声喊说 圣洁而真实的主啊 你不行审判 不向世上的居民 为我们的血伸冤 要到几时呢 碎给了他们每人一件白衣 并告诉他们 还要静候片时 直到他们的同仆 和那些将要如他们一样被杀的弟兄 达到了圆满的树木为止 以后我看见 当高阳开启第六个印的时候 发生了大地震 太阳变黑 有如粗毛衣 整个月亮变得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 有如无花果树为大风所动摇 而坠下的未熟的果实 天也隐退 有如卷起的书卷 一切山岭和岛屿都移了本位 世上的军王 首领 军长 妇人 勇士 以及一切为奴的和自由的人 都隐藏在洞穴和山岭的岩石中 向山岭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 遮盖我们吧 好避免那坐在宝座上的面容 和那羔羊的震怒 因为他们发怒的大日子来临了 有谁能站立得住 若望末世路第七章 这世以后 我看见了四位天使 站在大地的四角上 握住地上的四股风 不让风吹向大地 海洋和各种树木 我又看见了另一位天使 从太阳出生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天主的印 大声向那领了伤害大地和海洋权柄的四位天使 呼喊 说 你们不可伤害大地 海洋和树木 等我们在我们天主的众徒合上 先盖上印 以后 我听见盖了印的树木 在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盖了印的 共有十四万四千 由犹大支派中盖上印的 有一万二千 勒乌本支派一万二千 加德支派一万二千 阿歇尔支派一万二千 纳菲塔里支派一万二千 莫纳邪支派一万二千 西莫昂支派一万二千 内卫支派一万二千 伊萨加尔支派一万二千 泽布隆支派一万二千 若瑟支派一万二千 由本亚明支派中盖上印的 有一万二千 在这些事以后 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 没有人能够数清 是来自各邦国 各支派 各民族 各异语的 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持钟缕枝 大声呼喊说 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 我们的天主 并来自高阳 于是所有站在宝座 长老和那四个活物周围的天使 在宝座前 俯伏于地 朝拜天主 说 阿门 愿赞颂光荣 智慧 称谢 尊威 全能和勇益 全归于我们的天主 至于无穷之事 阿门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回答他说 我主 你知道 于是他告诉我说 这些人是由大灾难中来的 他们曾在羔羊的血中 洗进了自己的衣裳 使衣裳血白 因此 他们得站在天主的宝座前 且在他的殿宇内 日夜侍奉他 那坐在宝座上的 也必要住在他们中间 他们再也不饿 再也不渴 烈日和任何炎热 再也不损伤他们 因为 那在宝座中间的羔羊 要目放他们 要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泉那里 天主也要从他们的眼上 失去一切泪痕 若望末世录第八章 当羔羊开启了第七个印的时候 天上静默了约半小时 然后 我看见那站在天主面前的七位天使 给了他们七个号角 又来了另一位天使 持着金香炉 站在祭坛旁 给了他许多乳香 为同众圣徒的祈祷 一起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乳香的烟 与圣徒的祈祷 遂由那位天使的手中 升到天主面前 此后 那位天使提起香炉 盛满了祭坛上的火 抛到地上 所以发生了雷霆 响声 闪电和地动 以后 那七位持着七个号角的天使 就准备着吹号角 第一位一吹号角 就有掺着血的冰雹 和火抛到地上 于是大地被烧毁了三分之一 树木也被烧毁了三分之一 青草全被烧尽 第二位天使一吹号角 就好像有一座燃着的火的大山 投入海中 于是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 海里一切有生命之物 也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毁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一吹号角 就有一颗大星 自然有如火把 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河的三分之一和水泉上 这星的名字叫苦爱 于是水的三分之一 许多人因水变苦了而死去 第四位天使一吹号角 太阳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和星辰的三分之一 都受了打击 以致他们的三分之一黑暗了 白日三分之一失了光 黑夜也是一样 以后我看见 也听见在天空中 飞翔的一只鹰大声说 还有另三位吹号角的天使 当他们发出号声时 祸哉祸哉祸哉地上的居民 若望末世录第九章 第五位天使一吹号角 我看见有一颗星 从天上落到地上 并给了他深渊洞穴的钥匙 他一开了深渊的洞穴 就有烟从洞穴里冒上来 像大火窑里的烟 太阳和天空 都因那洞穴里的烟昏暗了 虽有蝗虫从烟里 来到地上 又付给了他们 好似地上的蝎子 具有的权柄 且吩咐他们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凡青物 凡树木都不可伤害 只可伤害那些 在额上没有天主硬号的人 并且吩咐蝗虫 不可杀死他们 但要使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他们所受的痛苦 就如人被蝎子 遮着时所受的痛苦 在那日期内 人求死而不得 渴望死 死却避开他们 蝎虫的形状 仿佛准备上阵的战马 他们的头上 好似有像黄金的绒冠 面貌有如人的面貌 他们的头发 好似女人的头发 牙 好似狮子的牙 他们的胸甲 有如铁甲 他们翅膀的响声 犹如许多马车 奔驰上阵的响声 他们有相似蝎子的尾和刺 他们的尾能伤害世人 五个月之久 他们以深渊的使者 为他们的王子 他的名字 希伯来文叫阿巴东 希腊文叫阿破隆 第一种灾祸过去了 看 还有两种灾祸随后而来 第六位天使一吹了号角 我听见有一种声音 由天主前的金祭坛四角发出 向那持有号角的第六位天使说 放开那在右发拉底大河 所捆着的四位天使吧 于是那四位天使被放开了 他们已准备于某年 某月某日某时 把世人杀死三分之一 那马队的数目共有两万万 我也听见了他们的这个数目 我在意象中看见的马和骑马的是这样 他们穿着火红 紫青和硫黄色的铠甲 马头像狮子头 从他们的口中射出火 烟和硫磺 由于从他们口中所射出的火 烟和硫磺 这三种灾害 世人被杀死了三分之一 马的能力就在他们的口和他们的尾上 他们的尾相似舌 并且有害人的头 可是 其余没有被这灾害杀死的人 仍然没有悔改 离开他们手所做的 仍旧去崇拜邪魔和那看不见 听不见 听不见 走不动的金 银 铜 石 木神像 他们也没有悔改 放弃各种凶杀 邪术 奸淫和偷窃 以后 我看见了另一位强有力的天使 由天降下 身披云彩 头上有红 容貌像太阳 两腿像火柱 手中拿着一卷展开的小书 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他大声呼喊 犹如狮子怒吼 正当他呼喊时 就有七个雷霆发出说话的声音 那七个雷霆说话以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应把那七个雷霆所说的话 密封起来 不要写出来 我看见的那位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了右手 指着那创造天及天上的一切 地及地上的一切 海及海中的一切的 万世万代的永生者 启示说 时候不再延长了 但当第七位天使将要吹号角发声的日期 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 正如天主向自己的众仆先知 我听见那从天上来的声音 又对我说道 你去从那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手中 取过那卷展开的小书来 我便往那位天使跟前去 请他给我那卷小书 他就对我说 你拿去吞下他吧 他必使你肚子发脱 但在你的嘴里却甘甜如蜜 我就从天使手中 接过那卷小书来 吞下他 果然他在我嘴里甘甜如蜜 但我一吃下去 我的肚子就苦起来了 随后有声音对我说 关于诸民族 诸邦国 诸义与人民和诸君王 你应再讲预言 然后给了我一根长芦苇 当作测量杖 说 你起来 去测量天主的圣殿和祭坛 计算在殿内朝拜的人 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 不要测量 因为已交给了一民 他们必要践踏圣城 共四十二个月 可是我要打发我的两位见证人 穿着苦衣 做先知劝人 共一千二百六十天 这两位就是立在大地的主宰前的那两棵橄榄树和那两座灯台 假使有人想谋害 假使有人想谋害他们 必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射出 吞灭他们的仇人 所以 谁若想谋害他们 必定这样被杀 他们具有关闭上天的权柄 以致在他们进先知任务的十日内 不叫雨下降 对水也有权柄 能使水变血 几时他们愿意 就能以各种灾祸打击大地 当他们一完成了自己做见证的职份 那从深渊中上来的巨兽 要同他们作战 且战胜他们 杀死他们 他们的尸体 要被抛弃在大城的街上 这城的寓意名字 叫做索多玛和埃及 他们的主子 也曾在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由各民族 各支派 各异语 各邦国来的人 要观看他们的尸体 三天半之久 且不许把他们 安葬在坟墓里 地上的居民 必要因他们的死而高兴欢乐 彼此送礼 因为那两位先知 实在磨难了地上的居民 过了三天半 有天主来的声器 进入了他们身内 他们就立足站了起来 凡看见的人 都起了大恐怖 以后 他们二人听见 从天上来的大声音 向他们说 上这里来吧 他们碎成这云彩 升了天 他们的仇人也看见了 正在那个时辰 发生了大地震 那城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人 就有七千名 其余的人都害怕起来 就归光荣与天上的天主 第二个灾祸过去了 看 第三个灾祸快要来了 第七位天使一吹号角 天上就发出大声音说 世上的王权 已归属我们的上主 和他的基督 他要为王 至于无穷之事 那在天主前 坐在自己宝座上的 二十四位长老 遂俯伏在地 朝拜天主 说 上主 全能的天主 今在 今在者 我们称谢你 因为你取得了你的大权 登上了王位 一鸣发了怒 可是你的震怒也到了 就是审判死者 赏报你的众仆先知 圣徒 以及敬畏你名字的 大者小者的时候到了 并且也到了消灭那 毁坏大地之人的时候 那时天主在天上的圣殿散开了 天主的约会也在他的圣殿中显出来了 紧接着便有闪电 响声 雷霆 地震和大冰雹 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照 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颗星的绒冠 他胎中怀了孕 在惨痛和苦劳中 呼腾身吟 随着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照 有一条火红的大龙 有七个头 十只脚 头上戴着七个王冠 他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 投在地上 那条龙便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 待他生产后 要吞下他的孩子 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目放万民的 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 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 在那里有天主已给他准备好的地方 叫他在那里受供养一千二百六十天 以后天上就发生了战争 米尔和他的天使一同与那龙交战 那龙也和他的使者一起应战 但他们敌不住 在天上虽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 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 他就是那远古的蛇 号称魔鬼或撒旦的 那欺骗了全世界的被摔到地上 他的使者也同他一起被摔了下来 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 全能和国度 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 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前 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 已被摔下去了 他们赖高扬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 得胜了那条龙 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 为此 高天和住在那里的 你们欢乐吧 祸灾 大地和海洋 因为魔鬼怀着大怒 吓到你们那里去了 因为他知道 自己只有很短的时间了 那条龙一看见自己被摔到地上 就去追赶那生了男婴的女人 可是有大婴的两个翅膀给了那女人 为叫他飞入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去 在那里受供养一段时期 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 远离那蛇的面 那蛇碎在女人后面 从自己的口中 吐出一道像河的水 为使那女人被河水冲去 可是大地却圆住了那女人 大地裂开一个口 把那条龙 从口中所吐出的河水吸了去 那条龙便对那女人大发愤怒 遂去与他其余的后裔 及那些遵行天主的诫命 且为耶稣作证的人交战 于是他就站在海滩上 我看见从海里上来一只兽 它有十只脚和七个头 脚上有十个王冠 头上有谢圣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那兽 相似豹子 它的脚像熊脚 它的口像狮子口 那龙虽把自己的能力 宝座和大权交给了他 我看见那兽的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致死的伤 但他那致死的伤却治好了 故此 全地的人都惊奇 而跟随了那兽 世人虽都朝拜那龙 因为他把权柄赐给了那兽 世人朝拜那兽 说 谁可与这兽相比 谁能和他揪战 又赐给了那兽 一张说大话和谢圣的口 并且赐给了他 可望为四十二个月的权柄 他便张开自己的口 向天主说亵渎的话 亵渎他的圣民 他的账目和那些居住在天上的人 又允许他可与圣徒们交战 且战胜他们 又赐给他制服各支派 各民族 各异域 和各邦国的权柄 地上的居民 凡名字从创造之初 没有记录在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中的人 都要朝拜他 谁若有耳朵 就听吧 谁若该被俘虏 就去受俘虏 谁若该受刀杀 就去受刀杀 圣徒们的奸人和忠信 急在于此 以后我看见另一只兽 由地中上来 它有两只相似羔羊的脚 说话却相似龙 它在那前一只兽面前 施行前一只兽所有的一切权柄 使大地和居住在地上的人 朝拜前一只兽 就是那只受过致死的伤 而被治好的兽 它又行大奇迹 甚至在众人面前 使火从天降到地上 它因着在那兽面前 所行的那些奇迹 迷惑了地上的居民 便劝告地上的居民 给那受过刀伤 而还活着的兽 立一个像 它又得了能力 把生气赴给那兽像 甚至叫那兽像说话 并使那些凡不朝拜受伤的人死亡 它给所有的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和为奴的 都在他们的右手上 或在他们的额上 打了一个印号 如此 除非有这印号的 就是有那兽的名字 或它名字的数字 谁也不能买 谁也不能卖 在这里应有智慧 凡有名物的 就让他计算一下 那兽的数字 因为是人的数字 它的数字是 六百六十六 以后 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 同他在一起的 还有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的额上 都刻着羔羊的名号 和他父的名号 我听见一个声音 来自天上 好像大水的声音 又好像巨雷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那声音 也好像弹琴者 在自己的琴上 所弹的声音 他们在宝座前 在那四个活物 和长老前唱的歌 似乎是一首新歌 除了那些 从地上赎回来的 十四万四千人外 谁也不能学会那歌 这些人 没有与女人有过沾染 仍是同身 羔羊无论到哪里去 他们常随着羔羊 这些人 是从人类中赎回来 献给天主和羔羊 当作出赎之国的 他们口中 没有出过谎言 他们身上 也没有瑕疵 随后 我看见另一位天使 飞翔于天空中 拿着永恒的福音 要传报给住在地上的人 给各邦国 各支派 各议语和各民族 大声喊说 你们要敬畏天主 光荣他 因为他审判的时辰到了 你们要亲从造成天地 海洋和水泉的上主 又有第二位天使 接着说 伟大的巴比伦 陷落了 那曾使万民 喝他那光影烈酒的 巴比伦 陷落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 也随他们之后 大声喊说 谁若朝拜了那寿和他的相 并在自己的和尚 或在自己的手上 接受了他的印号 就必要喝天主愤怒的酒 其纳住在他愤怒之杯的纯酒 必在圣天使面前 和羔羊面前 遭受烈火与硫磺的孤险 他们受刑的天向上直冒 至于万事无穷 那些朝拜了寿和寿相的 以及团接受了他名字的印号的 日夜得不到安息 圣徒的恒心 就是在遵守天主的诫命 坚持对耶稣的信德 以后 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写下 从今而后 凡在主内死去的是有福的 的确 圣神说 让他们劳苦之后安息吧 因为他们的功行常随着他们 以后 我看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相似人子的一位 头戴金冠 手拿一把锐利的镰刀 有另一位天使从殿里出来 高声向坐在云上的那位 喊道 伸出你的镰刀收割吧 因为收割的时期已到 地上的庄税已成熟了 坐在云上的那位 就向地上伸出镰刀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有另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里出来 也拿着一把锐利的镰刀 又有一位掌管火的天使 从祭坛那里出来 高声向那拿着锐利镰刀的喊说 伸出你锐利的镰刀 收割地上葡萄园的葡萄吧 因为葡萄已成熟了 那天使就向地上伸出了镰刀 收割了地上的葡萄 把葡萄扔到天主义路的 大榨酒池内 那在城外的榨酒池受到践踏 虽有血由榨酒池中流出 直到马脚环那么深 一千六百斯塔迪那么远 我看见在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又大又奇妙的异照 有七位天使拿着七种最后的灾祸 因为天主的易怒就要借着这些灾祸发泄静静 我又看见好像有个掺杂着火的玻璃海 那些战胜了寿和寿相及他名号数字的人 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天主的琴 歌唱天主的仆人 眉色的歌曲和羔羊的歌曲说 上主 全能的天主 你的功行伟大奇妙 万民的君王 你的道路公平正直 谁敢不敬畏你 上主 谁敢不光荣你的名号 因为只有你是圣善的 万民都要前来崇拜你 因为你正义的判断 以将民教助 这些事以后 我看见天上蒙约的账目 圣殿敞开了 那七位拿着七种灾祸的天使 从圣殿那里出来 身穿洁白而明亮的亚麻衣 胸间配有金带 那时 四个活物中的一个 给了那七位天使 七个满城万世万代 永生天主易怒的金鱼 因着天主的荣耀和威能 殿内充满了烟 没有一个人能进入殿内 直到那七位天使的七样灾祸 降完为止 若望默示录第十六章 我听见由店里发出一个大声音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那满城天主易怒的七个鱼 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他的鱼倒在地上 碎在那些带有兽印和朝拜兽相的人身上 生出了一种恶毒而剧痛的疮 第二位天使 把他的鱼倒在海里 海水就变成好似死人的血 因而海中的一切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 把他的鱼倒在河流和水泉上 水就变成了血 那时 我听见掌管水的天使说 今在和夕在的圣善者 你这样惩罚真是公义 因为他们曾经流了圣湖和新知们的血 你如今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应得的 我又听见 从祭坛有声音说 是的 圣主 学能的天主 你的神法 真实而公义 第四位天使 把他的鱼倒在太阳上 致使太阳以烈火炙烤世人 世人因被聚热所炙烤 便亵渎掌管这些灾祸的天主的名号 没有悔改 将光荣归于天主 第五位天使 把他的鱼倒在那兽座上 他的王国就陷入黑暗 人痛苦地咬自己的舌头 他们因自己的痛苦和疮疑 便亵渎天上的天主 没有悔改自己的行为 第六位天使 把他的鱼倒在右法拉底大河中 河水就干涸了 为给那些由日出之地 要来的诸王 准备了一条道路 我又看见从龙口 兽口和假仙之口中 出来了三个不洁的神 壮如青蛙 他们是邪魔之神 施行奇迹 往全世界的忠王那里去 召集他们 为在全能天主的那伟大日子上 交战 看 我来有如盗贼一样 那醒着并保持自己的衣服 不至于赤身行走 而叫人看见自己的耻辱的 才是有福的 那三个神就把诸王聚集到一个地方 那地方 那地方西伯来文叫阿玛格东 第七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空气中 于是就由天上的殿里 从宝座那里发出了一个巨大声音说 成了 虽有闪电 响声和雷霆 又发生了大地震 是自从在地上有人类以来 从未有过这样大的地震 那大城分裂为三段 一民的城也都倾覆了 天主想起了那伟大的巴比伦 所以递给他那盛满天主烈怒的酒杯 各岛屿都消失了 珠山林也不见了 又有像塔冷通般的大冰雹 从天上落在世人的身上 世人因冰雹的灾祸便亵渎天主 因为那灾祸太惨重了 若望末世录第十七章 那七位拿着七个鱼的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向我说道 你来 我要指给你看 那在多水之旁为王的大淫妇受的惩罚 世上的猪王都同他行过邪淫 地上的居民也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于是天使叫我神魂超巴 提我到了旷野 我便看见了一个妇人 坐在一只猪红色填满了亵渎名号的兽身上 他有七个头 十只脚 这妇人身穿紫红和猪红色的衣服 全身点缀着金字 宝石和珍珠 他手里拿着满城可增之物 和他淫乌的金被 他的额上写着一个 含有奥秘的名字 伟大的巴比伦 淫乱和地上可增之物的母亲 我又看见这妇人 痛饮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 我一看见她 虽大为惊奇 天使便对我说 你为什么惊奇 我要告诉你这妇人和驮着她 而有七个头和十只脚的那兽的奥秘 你所看见的那兽 先前在而今不在 可是他又要从深渊中上来 自屈于丧王 地上的居民 凡他们的名字 从创世之初 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中的 看见那先前在 而今不在 将来又在的兽 都必要惊奇 这里需要一个 有智慧的名物去理解 七个头 是指那妇人所坐的七座山 也是指七位君王 五位已经倒了 一位仍在 另一位还没有来到 当他来到时 必要存留片刻 至于那先前在而今不在的兽 是第八位 是第八位 也属于那七位中之一 他要趋于丧王 你所看见的那十只脚 是指十个君王 他们还没有领受王位 但必要同那兽一起得到权柄 他们当国王 只一个时辰 他们的意见都一致 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和权柄 都交给那兽 他们要同羔羊交战 羔羊却要战胜他们 因为他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他在一起的蒙兆 被选和忠信的人 也必要获胜 天使又对我说 你看见那淫妇所统治的水 是指诸民族 群众 邦国 和异域人民 你看见的那十只脚 和那兽 必要憎恨那淫妇 使他成为孤独凄凉 赤身裸体的 并吞食他的肉 且用火焚烧它 因为天主 使他们的心中有这意念 叫他们实行天主的计划 就是叫他们一心 把他们的王权交给那兽 直到天主的话 完全应验为止 你所看见的那妇人 是指那座对地上的诸王 握有王权的大成 这些事以后 我看见另一位天使 从天降下 掌有大权 下地被他的光荣照亮了 他用强大的声音喊说 伟大的巴比伦 陷落了 陷落了 他变成了邪魔的住所 一切不结之神的牢狱 一切不结和可憎飞禽的朝诀 以及一切不结和可憎走上的眷剑 因为万民都喝了他荒淫的烈酒 地上的诸王都从他行过邪音 地上的商人也因他的放荡奢侈而发了惨 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从天上说 我的百姓 你们从他中间出来吧 免得你们分斩他的罪恶 也免得遭受他的灾祸 因为他的罪恶 已堆积得直达上天 是天主想起了他的不义 他怎样虐待了人 你们也该怎样虐待他 并按照他所行的 要加倍报复他 他用什么倍争给人 你们也要用什么倍加倍争给他 他以前怎样自夸自要 奢侈享乐 你们也就怎样 加给他痛苦与爱上 因为他心里说过 我坐着当皇后 而不是皇妇 必见不到哀伤 为此一日之内 他的灾祸 瘟疫 爱上和饥荒 全都来到 他要备火焚烧 因为惩治他的上主天主 是强而有力的 当时 那些曾同他行过邪营 和想过快乐的地上猪王 看到焚烧他的烟 都要为他流泪哀悼 他们因害怕他受的痛苦 就远远站着说 可怜 可怜 你这座伟大的城 这座强项的巴比伦城 在一小时之内 你就受到了惩罚 地上的商人也为他流泪哀伤 因为再没有人来买他们的货物 金银 宝石 珍珠 细麻布 紫红布 绸缎 珠红布等货物 以及各种香木 各种象牙器皿 各种贵重木器 铜铁 大理石的器皿 还有肉桂 香膏 香料 香叶 乳香 酒 油 面粉 麦子 牲口 羊群 骏马 车辆 奴隶 与人口 商人说 你心中所爱吃的果品 都远离了你 一切肥美和华丽的物品 都在你前消逝了 再也寻不见了 贩卖这些货物 而由他发财的人 因害怕他受的痛苦 远远站着流泪哀伤 说 可怜 可怜 这伟大的城 这层穿戴过西马 紫红和珠红布衣裳 并以黄金 宝石和珍珠做装饰的城 在一小时内 这样多的财富 就当然无存了 一切船长 一切到处航海的人 船员 以及那些靠海谋生的人 都远远站着 看见焚烧他的烟 就呼喊说 哪有一座城 可与这座伟大的城相比呢 他们在自己的头上 撒灰 流泪哀伤 喊说 可怜 可怜 这座伟大的城 凡在海中有船的人 都因他的富饶而发了大财 他怎么在一时之内 就荡然无存了 上天 圣徒 宗徒 和先知们 你们因他的毁灭而欢腾吧 因为天主在他身上 给你们伸了冤 然后 一位强而有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大乳墨盘的石头 抛在海中说 伟大的巴比伦城 必要这样猛力地被人抛弃 再也找不着它了 弹琴者 歌唱者 吹笛者 和吹号者的声音 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 各种公义的匠人 在你中间再也找不到了 推磨的响声 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了 灯台上的光 在你中间再也不发亮了 金狼与新娘的声音 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 因为你的商人 都是地上的药人 又因为万民都因你的邪术 受了迷惑 且在此城中 找到了诸先知 诸圣徒 以及一切在地上 被杀者的邪 这些事以后 我听见天上仿佛有一大伙人群 发出的大声音说 他们又重复说 他的烟向上直冒 至于无穷之势 于是那二十四位长老 和那四个活物 便俯伏朝拜 那坐在宝座上的天主 说 阿们 亚雷渡下 岁有声音 有宝座那里发出说 天主的众仆人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请赞美我们的天主吧 我听见仿佛有一大伙人群的声音 就如大水的响声 又如巨雷的响声 让我们欢乐鼓舞 将光荣归于他吧 因为羔羊的婚气 这细麻衣 就是圣徒们的异形 有位天使给我说 你写下 被赵赴高阳婚宴的人 是有福的 他又给我说 这都是天主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 要朝拜他 他给我说 万不要这样做 我只是你和你那些 为耶稣做见证的 弟兄们的同仆 你只该朝拜天主 因为预言之神 就是为耶稣作证 随后 我看见天开了 见有一匹白马 骑马的那位 称为忠信和真实者 他凭正义去审判 去作战 他的眼睛有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还有血的一个名号 除他自己外 谁也不认识 他身披一件染过血的衣服 他的名字叫做 天主的圣言 天上的军队也乘着白马 穿着结白的细马衣 跟随着他 从他口中射出一把利剑 用来打败一鸣 他要用铁杖统治他们 并践踏那充满全能天主愤怒的炸酒池 在衣服上 即在盖他大腿的衣服上写着 万王之王 万族之主的名号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太阳上 大声向一切飞翔与天空的飞鸟喊说 请你们来一起赴天主的大宴席 前来吃猎王的肉 猪将帅的肉 众勇士的肉 骏马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或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也看见那兽 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军队都聚在一起 要与骑马的那位和他的军队作战 可是那兽被捉住了 在他面前行过奇迹 并借这些奇迹 欺骗了那些 接受那兽的印号 和朝拜寿相的那位假先知 也和他一起被捉住了 他们两个活活地被扔到 那用硫磺燃烧的火坑里去了 其余的人 也被骑马者口中所射出的箭杀死了 所有的飞鸟 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若望默示录第二十章 以后 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持深渊的钥匙和一条大锁链 他捉住了那龙 那骨蛇就是魔鬼撒旦 把他捆起来 共一千年之久 将他抛到深渊里 关起来 加上封条 免得他再迷惑万民 直到满了一千年 此后应该释放他一个短时辰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 有些人在上面坐着 赐给了他们审判的权柄 他们就是那些 为给耶稣作证 并为了天主的话 被斩首之人的灵魂 还有那些 没有朝拜纳寿 也没有朝拜寿相 并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 也没有接受他印号的人 都活了过来 同基督一起 为往一千年 这是第一次复活 其余的死者没有活过来 直到那一千年满了 于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 是有福的 是圣洁的 第二次的死亡 对这些人无能为力 他们将做天主和基督的司机 并同他一起为王一千年 极致一千年满了 撒旦就要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 他一出来 便去迷惑地上四级的万民 就是哥格和马哥格 他聚集他们准备作战 他们的树木 有如海滨的沙粒 于是他们上到那广大的地区 围困了众圣徒的荧幕和蒙爱的诚意 但是有火自天上 从天主那里降下 吞灭了他们 迷惑他们的魔鬼 也被投入那烈火与硫磺的坑中 就是那寿和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要日夜受苦 至于无穷之事 以后 我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宝座 和坐于其上的那位 地和天都从他面前消失不见了 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地方 我又看见死过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就展开了 还有另一本书 即生命册也展开了 死过的人都按那案卷上所记录的 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 海洋把其中的死者交出 死亡和阴府都把其中的死者交出 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 然后 死亡和阴府也被投入火坑 这火坑就是第二次死亡 凡是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 就被投入火坑中 若望默示录 就如一位装饰好 我听见有宝座那里有一巨大声音说 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账目 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要做他的人民 他亲自要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天主 他要失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 以后再也没有悲伤 再也没有悲伤 没有哀嚎 没有苦楚 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 看 我已更新了一切 又说 你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 他又给我说 已完成了 我是阿尔法和敖墨家 原始和终墨 我要把生命的水 白白地赐给口渴的人喝 胜利者必要承受这些福分 我要做他的天主 他要做我的儿子 可是为那些怯懦的 失信的 可耻的 杀人的 奸淫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以及一切撒谎的人 他们的地方 是在烈火与硫磺燃烧着的坑中 这就是第二次之死亡 那拿着七个满城最后七种灾祸鱼的七位天使 其中有一位来告诉我说 你来 我要把高阳的敬佩新娘指给你看 天使就使我神魂超拔 把我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 将那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给我看 这圣城具有天主的光荣 城的光辉 好似极贵重的宝石 像水晶那么明亮的苍蕴 城墙高而且大 有十二座门 守门的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写着以色列子民十二支派的名字 东面三门 北面三门 南面三门 西面三门 城墙有十二座基石 上面刻着高阳的十二位宗徒的十二个名字 同我谈话的那位天使 拿着金鲁尾测量尺 要测量纳城 城门和城墙 城是四方形的 长宽相同 天使用芦苇测量尺 测量了纳城 共计一万二千斯塔迪 长宽高都相等 又测量了城墙 有一百四十四轴 天使用的是人的尺寸 城墙是用水仓玉建造的 城是纯金的 好像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基石 是用各种宝石装饰的 第一座基石是水仓玉 第二座是蓝玉 第三座是玉髓 第四座是翡翠 第五座是赤玉瑙 第六座是斑玉瑙 第七座是橄榄石 第八座是绿柱石 第九座是黄玉 第十座是绿玉 第十一座是紫玉 第十二座是紫玉 第十二座门是十二种珍珠 每一座门是由一种珍珠造的 城中的街道是纯金的 好似透明的玻璃 在城内我没有看见圣殿 因为上主全能的天主和羔羊 就是他的圣殿 纳成也不需要太阳和月亮光照 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他 羔羊就是他的明灯 万民都要借着他的光行走 世上的君王也要把自己的光荣 带到他内 他的门白日总不关闭 因为那里已没有黑夜 万民都要把自己的光荣和财富 运到他内 凡不洁净 行可耻的事及撒谎的 绝对不得进入他内 只有那些记载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入 若望默示录 第二十二章 天使又只是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 光亮有如水晶 从天主和高阳的宝座那里涌出 留在城的街道中央 沿河两岸 有生命树 一年结十二次果子 每月结果一次 树的叶子可治好万民 一切诅咒不再存在了 天主和高阳的宝座 必在其中 他的纵谱要亲从他 瞻望他的容貌 他们额上常戴着他的名字 也不再有黑夜了 他们不需要灯光 也不需要日光 因为上主天主要光照他们 他们必要为王 至于无穷之事 天使又给我说 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 因为是赐先知神恩的上主天主 派遣了自己的使者 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 只是给自己的仆人们 记住 我快要来 凡遵守本书预言的 是有福的 我若望听见了 也看见了这一切 我听完看完以后 便俯伏在指示我 这些事的那天使脚前 要朝拜他 他却对我说 万不可这样做 我只是你和你的弟兄诸先知 以及那些遵守本书预言的同仆 你只该朝拜天主 耶稣对我说 你不可密封本书的预言 因为时期已临近了 让不义的仍行不义吧 让误会的仍旧误会吧 让行义的仍旧行义吧 让圣洁的仍旧圣洁吧 记住 我快要来 我随身带着报酬 要按照个人的行为 环抱个人 我是阿尔法和欧墨家 最初的和最末的 原始和中末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是有福的 他们有吃生命树果的权力 并得油门进入圣城 凡为狗的 行邪术的 坚淫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以及一切喜爱撒谎 并实在撒谎的人 都留在城外 我耶稣派遣了我的使者 给你们证明了 有关教会的这些事 我是出于达位家族的后裔 我是那颗明亮的晨星 圣神和新娘都说 你来吧 凡听见的也要说 你来吧 凡口渴的请来吧 凡愿你的 可白白领取生命的水 我向一切听本书预言的人 警告说 水若在这些预言上 加添什么 天主必要把 载于本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水若从这书上的预言 删除什么 天主必要从本书 所载的生命树和圣城中 删除他的名分 为这些事而作证的那位说 的确 我快要来 阿们 主耶稣 你来吧 愿主耶稣的恩宠 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